台北教授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進前部分 我們先繼續東波的韓周詞 我們前兩次看到東波的詞 如何由一般的應酬創作 到主觀意念的表達 詞慢慢的編成它的抒情詞 尤其是頌別的課題牽涉到人與人的互動關係 一個是東波有頌別的朋友長官 一個是他即將離去 都牽動了很多的情緒 那下面我們有看另外一個 也跟他的情懷有關的 是思鄉的情懷 那東波的詞裡面也常寫到在杭州 然後看到杭州的山水 想起他故鄉的明江 而眉山 但由於他在原封七八年之間 他被調到去 外縣市去巡視 因此要離開他的家人 這個離開當然引起了 更多的一個離別的情緒 不由得不會思念起杭州的一些親人 這裡面有引申到一種 所謂的思鄉的情懷來 那我們下面看了一首詞 這十二首的《罪落拓》 有些人讀《罪落破》 那我們讀《罪落拓》 《罪落》《江湖》《載酒行》 那是杜牧的詩句 我們怎麼一直看東波的詞 逐漸會要表達主觀的情懷呢 一個觀察點是 他取用的詞牌 已經不純然是一個歌曲的名稱而已 很多時候會萬聞生意 會引申出他自己相關的情緒 我相信東波用這個《罪落拓》 有他的一份用意的 我剛才說了《罪落拓》《江湖》《載酒行》 有種不曉得生在何處的一種無奈 就用了這個詞牌名 我們慢慢看到東波填詞的時候 已經很有意地利用詞牌的名稱 來做一般隱身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起端 那這個時候 東波在107年39歲 他到潤州長州一帶去振災 除了一般的公幹之外 他也順便去拜訪一些 就是認識的朋友 所以他在 跟朋友相遇也罷 但是不久又又分開 那種分分合合 產生的情緒也就非常波動 那這首詞就是在離開京口 就是江蘇的鎮江的時候 他在船上走醒過後 有感於生涯的一種感傷 就寫了這樣的一句詞 因為朋友把它送上船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時候 會被送上去 醒來就無限的感嘆 就用了這個詞牌 寫出這份心情 當然這是個起端 我們先看看這個詞 清雲為月 二根酒醒 船出發 孤城回望 蒼煙河 記的歌詞不記歸時節 今篇善罪藤傳華 絕來幽夢無人說 此聲飄蕩何時寫 家在西南 常作東南別 這個比我們前面讀過的詞 跟他寫真的是 這幾個案的抒情詞 寫得非常的深刻 那平常我們一次兩次的別離 如果很快就可以安定下來 或者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 就好像沒什麼 撒來就過去了 可是如果一次又一次的一個 聚聚散散 想定下來卻又永遠定不下來的時候 就有一種東飄西當 好像一種斷根的一個棚草一樣 不知道最後歸向何處 這時候就有一種飄蕩的感覺 這飄蕩是永無止息的 如風吹草披離的一個狀態 所以東坡在這個詞裡面提到一句 此聲飄蕩何時寫 這是一個前端而已 東坡萬萬沒想到 他一生就是這句話都會做解釋 他沒辦法真的完整地要丁下來 那以後宋代的任官都是三年一調 但比如說了 有一時候不到三年就被調到別的地方去 但能夠超過三年的一個地方也不容易 所以只有後來 比如說在北邊 黃州的時候待了四年多 但之後出來就關 又是東飄西當 說想回家也回不去 所以這句話你可以說是好像一生的寫照 這時候東坡離開加上當然是很真實 這時候是很真實的體驗的 感到死争飄蕩何 你可能預告與其未來 也可能這樣一種生涯的機遇 那這個詞實際上 他寫出來很有層次的 我們看看我們的詞 基本上是很真實地反映一種情狀 所以作者會把一種前因後果 如實地會在讀者聽眾面前 然後呈現出來 給一種好像身在其境的一種感覺 我們看東坡怎麼鋪寫這樣的情境 在上篇上一段裡面 就寫他離開金口時候的一個情境 他先說了說 清雲違約二根酒醒船出發 長剛出發了 東坡就從酒醉中醒過來 一個就是喝的酒也許不是很多的 本來東坡不省喝酒 再來是船動的時候 他身體就用晃動 因此就會把它進行過來 這跟他的生理跟身體的變化都有關的 那這個時候看到什麼 天上的彩雲很清薄 清雲違約 我們講中國詩歌都是這樣 我們說景中有情 或者一些景語一些情語 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景色 都不是隨便用的 那我們中國人說 什麼福雲有子意 用雲的俱喪代表人的離離合合 這是很慣用的一種意象 所以剛開始寫這種景象 是你暗喻一份離情的 清雲 而違約可能不能說了 望月心懷對不對 看到月亮思念故鄉 思念故鄉也是常有的一個用法 一個意象 所以當他張開眼睛的時候 先定住這兩個景 這兩個景也不是隨便用的 但也暗是一種離愁的一種情味 清雲違約 所以這個時候不管是雲是龍的 或者月光是圓月 都一樣 都會出境傷情的 因為月亮跟離別思念都有關聯 根本說雲的俱喪 也跟人的離離合合有關 所以就捏這兩個意象先起斷 我們知道 這首詩歌當然很想統一的 包括意象觀傳來講 這首就是一種離愁 所以作者一開篇 現在已經在離愁的鋪展之下 已經展開這個畫面出來的 這首已經什麼 二根九醒船出發 二根 我們說三根半夜 以前現在口語都讀三經半夜 我現在讀三根半夜 詞牌有個叫根肉子 以前是兩個鐘頭敲根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算時間了 以前是七點就開始了 七點到九點就是一根 九點到十一點就是二根 十一點到跨過另外一天到凌晨過後 一點就是三根 三根半夜就是這個時候 這個是二根 是九點到十一點的時間 以前應該在船上 當然沒辦法有什麼計時器 有沒有沒有人去操縱的 可能東坡就從躺在床上 然後看到一個窗戶 看到外面的青雲微月所在的位置 來推論出來的 以前很會看這種形象的 月光升到什麼時候 就是什麼幾點 所以你會大概推測 可能是月光已經升到斜斜 還沒到月中天的時候 所以你會預估到 應該還不是半夜之時 所以就是二根 東坡一輩子就很在意時間 所以你會看他 他寫的景就是晚上的景 都配合著時間來寫的 星在哪裡 月在哪裡 就會推斷到時間就在哪一刻 我相信這個時候 他已經有一種意思了 有個時間在了 你是二根 已經滿晚了 過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裡面青雲微月 就會知道一個月光 如果月光都是月中天的時候 他躺在床上 那床有個床篷遮住的話 他看不到月光的 除非月光是斜照進來 所以他會推論到 大概不是半夜三根之時 如果月光剛升出那個位置的話 才會推論到二根 所以看得出 有他很理性的地方 可以容易意識到 那個時間在什麼方位 走醒船出發 這個時候就走醒過來了 到船開始就緩緩了 離開碼頭往外去 當然我剛才說 有一種晃動 所以東波仔這個時候醒來 再來就是 他的酒喝的並不是太多 不然一睡一睡到天亮 這個時候還不是 可能因為有一種郁門的情懷 怎麼樣都是睡不著 所以他一晃動 他就醒來了 那上面寫他了 那時候當然就捨不得離開 人就會不斷地回顧 這條寫到回望 孤城回望蒼煙河 那回望那個金口 那個孤城 那個金口城那個地方 那指尖那個城 孤單的城 當然對離開他的人 他是孤單的 所以看到那個城 也是好像我的投影一樣 都是孤獨的 就在那一邊 就孤城 當然周遭也別的 但是暗黑一邊就看不到了 他只看到這個 只在於這個 我離開了 我孤單 他也孤單的 就孤城 那孤城就籠罩在 很深龍的煙霧之中 回望蒼煙河 那是很暗黑的顏色 夜幕瀰漫著 我們說 詞會用很多方式 會鋪染一種仇墟 像我們講 當它回望的時候 好像一個電影鏡頭一樣的 開始把它打底色的 除了暗黑一邊 還有蒼煙慢慢地籠罩住 那個河叫做龍聚 聚在一起 因為我的仇怨都投射在那一邊 充滿了仇怨慘悟一般 這當然也是心情的一個投射 我們說 詞有一種寫法 叫井隨情轉 反過來也一樣 情也隨井來轉 井跟情是有關係的 因為自己心中離別很難過 所以感到的不時呢 明亮地擴大的一片 卻實在非常暗黑的 朦朧的 暗淡的一片 這就是他心情的投射 忽常回望 蒼煙河 所以我們說詞很傳奇 也有靠這種方式 不斷地渲染很多的一種意象 來鋪墊出這種情緒的 一種感受出來 這裡面 前面是青煙 青雲 這是蒼煙河 好 在這個時候 東波走在有一種 這個時候 迷人豐富的信心 經過走醒之後 還是一片 還是意識有點模糊 為什麼他上面寫了 他說 記的歌詞 不記貴詩節 東波的語句也跌宕有句 在這裡面 譬如說 欲去又還不去 一種拉扯之間 他配合音樂裡面的 一種高低起伏的樂意 用這樣的一種正反不義的語句 實際上 會產生更多的一個情緒 波動的一種感受 東波很會掌握這個 不是頻繃之序 我們講的詞 往往你會配合音樂的話 有些高低起伏 因此我們讀詞的時候 會注意到一種情緒的 一種轉折變化 有時候低的 有時候高的 如果配合音樂的話 應該蠻好聽的 整個情意就恰到好處了 好 這裡面呢 一片模糊中他說 他記得離開正江 這個金口之前呢 朋友見別了 記得歌詩 大家歌唱的歡樂氣氛 他寫記得這個 但是呢 至於什麼時候喝醉酒了 什麼時候被送上船了 他卻一點都記得不得了 不僅歸時節 他寫記得歡樂的那一刻 至於什麼時候喝醉酒 什麼時候被抬上船上來 通通都忘記了 這裡面看得出他有選擇性的 那這一點呢 你可以呢 對照歐陽修的語句 兩個就不一樣了 歐陽修在《蝶電話》裡面 也用過相立詩的一個句子 他說 素酒醒來 不記歸時節 他寫很單純說了 當我找晚上的酒啊 醒來之後 走了不記得什麼時候回來了 當然當時什麼事情都朦朧了 然後多少中場有為時候 當時呢 因為朦朧喝醉酒啊 什麼都講不清楚啊 很多的話沒說清楚 所以以後成為一生的遺憾了 幾人媽每夜看到了朦朧的月光 似戀故人而已 因為當時沒辦法把話說清楚 當然是一首普通的男女離別的情詞 但東波所寫的不是 是男性朋友之間的離別 不過呢 東波寫啊 這裡也寫最後忘歸的一種情境 他也不記歸時節 但東波多了一句 記得歌詞 他這裡什麼都記不得 只單純了 就叫直接 我上東波也許也讀過這樣的詞 他在寫著的時候覺得 我用的話比它更豐富 多加一句 搖檔的情緒更深 為什麼呢 那東波這個時候 情緒是很複雜很沉痛的 那麼如果只記得相聚的時間 不記得離別的哀傷 當然所謂的不記得 當然不是因為酒醉而記不清楚 不然的話應該之前的一切事情都會把它忘記 就像歐陽師所說的 顯然這個時候是一個心理的作用 它有一種選擇 它裡面叫做有選擇 選擇什麼呢 故意用逃避悲哀的一種感受 選擇只記得了歡樂的那一刻 我就故意忘記了我離開的那種感受 我就偏偏選擇就是歡聚了更前面的那一刻 所以你看用這種方式來壓一種離別的一種愁緒 那當然這個是一種很暫時尋找安頓的一種方式 不過問題是這種情緒越壓越深 離愁的更沉重 故意讓它忘記 不表示這種悲哀就是不存在的 只是把它壓在心底而言 中央之天越壓越深受不了的時候 激發的情緒會更大 表切起來好像很灑脫了 事實上我看到情緒是非常一種優勝的 然後我們看到東坡的情緒 越激越淚之後就爆發性更強 可以看到後面的一個發展 你看到東坡的一個宇宙 我們就不能等著好像是這方案文章 故意跟他老師就唱 表達出不一樣的情形 其實上就是情緒的他面對的態度 幾句歌詩 東坡這個人就是喜劇不喜善 我們永遠有記得這一點的 他面對離別的時候 用很多的遮掩的逃避的 或者故意忘記的方式把它delay掉 實際上這種東西沒辦法做這樣的處理 多情因少我早生化法 關鍵就是因為他多情 那是無可奈何的 所以你看到東坡詞裡面 一種抒情心的時候很不一樣的 畢竟歐陽書寫的是一般男女情 未必是相關於個人的詩人 東坡詞寫的是真實他的感受 好了 那這種情緒怎麼樣去書解 怎麼排解 我們不說了 下面的就繼續寫 他醒後的一種罪態 所以從生理到心理裡面 在一種 如果能夠留下來跟夢在一起 也許會心中安定 有一種好像回家的感覺 偏偏又要離開了 所以有一種身不由己的一種感嘆 但這樣說太空翻了 多麼用動作來呈現出來 我們就講 詞就是一種讓讀者能夠 透過作者的一種描繪 好像到他的情境當中 感受他的感受的 你看作者怎麼用呢 它上面說了 經篇善罪騰床話 他寫著一種不安定的感覺 朋友之間 在酒醉之間也許一起都安穩 等下離開之後 一個人獨自在床上裡面 尤其床是搖搖晃晃的 所以上面就寫他了 當然因為這樣搖晃 這趟的離別 就引申出所謂生涯飄蕩的一種 很更深的一種感傷 這是這樣衍生過來的 這種我們講的詞就是一種情感的 累積推斷的方式 又會由遠到近 又慢慢的到一種急促的感覺 這裡它最後逼出的最後答案來 不是沒哪有的 用音樂不斷不斷的累積加強 最後把情緒和盤拖出一樣 直接現在正在中間的繼續醞釀 他說走省 走醉 剛省 頭巾歪在一邊 你看 留髮安穩了 連自己顧身體都顧不好 因為這種不清醒的情形下 晶晶偏 不是很正常的狀態 平常你還可以把頭髮弄好 現在沒辦法 因為搖搖晃晃 那搖晃用身體搖晃 最後是心靈的搖晃 最後是天涯的漂泊 是一片一串串的把它扣起來的 而扇子就墜落在蒼板上面 平常抓在身上的扇子也掉下來 而藤床滑 人躺在一個足藤的床上 就無法控制好自己的身子 反覺得藤床好像特別的化溜一樣 整個身體都掛不住了 所以我們都身不由己 你很難想 就是好像你在這艘船裡面 一個時間之流中 一種很不安穩的感覺 你隨時會掉下來 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 你身體都控制不了 更不了你的心 對不對 一回一回把它加強 所以桌子蠻生動 蠻靈巧 而且很具體的 把這種狀況給你看看 好 你知道什麼的飄蕩嗎 這種就是飄蕩的 最切身的感覺 你睡不安穩的 如果一躺下去睡夢 很憨嘆的話 那也罷了 偏偏你沒辦法睡穩 而且意識到自己身體掛不住 那個時候 絕來又夢 無人說 還有一個 如果你睡得安穩 多入夢想裡面 然後夢中神有一番 你自己也不發覺外面什麼樣 也是一種逃避的方式 偏偏夢也睡不穩 絕來又夢 醒絕來的一個美好的夢也破滅了 人也許用另外的逃避方式 就墮入夢想裡面去 透過一場幽夢 然後就穿了美好的一切 但偏偏這個夢也掛不住 你想逃離逃離不了 對不對 而無人說 醒來還有一個朋友相伴 那還可以不覺得孤獨 偏偏醒來的時候 無人在身邊 無人可細說 當然眾人有人 你還能說嗎 實際上語言也未不能夠表達於萬一 所以我覺得到這個情形下 使人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 這種在船上的 就會無端伸出很深沉的孤寂之感 加在人在一個船上 而搖擺晃動的感覺更出發了 就是剛才他後面所說的 此生飄蕩 何時些人用悲涼感嘆的一種說法 但是一步步來了 你又不是說這個船不是穩穩的 因為已經出發了 因為靠在岸邊還罷了 真的出發 好像水流之中不能的波動 波動之際呢 你沒辦法墮入你的夢想 無法忘記的過去的美好 那怎麼辦 只能這邊不斷的感嘆 這只算是他非常很仔細 模擬出這種狀態 然後寫出這種感情出來 所以逼出這樣去的 此心飄蕩 何時些 好了 這生難道就像秋天的捧草一般 到處飄蕩 這樣的飄泊生活 不安定的生活 什麼時候才能夠停止 才能結束呢 我們的時間有流水 人就好在時間裡面 在城在湖 不知道最後飄到哪裡去 所以東波這首詩其實很寫實 也有它的象徵意識 我們假設這個船就是 我們的生命的載體 這個水流呢 就代表時間之流 在時間不斷地往前推動的過程中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身在何處 最後能飄到哪裡去 送流到這邊 可能不久 你就要離開了 所以這裏詩裡面 很簡單的一個離別 性上它有很更深的 更廣大的象徵意識的 我們每個人的一生 和像不同東波這趟旅行一樣 偶爾跟朋友相聚 以前有多快樂 在社團 畢業離開之後呢 你就回到時間之流中了 你不知道最後到哪裡去 其實在那個時候 每一個伴在身邊 能跟他說出你的美夢嗎 也說不出來 根本美夢也無法逃進去 這是飄蕩的感覺就出來 所以詞裡面我們說 已經擴大到 不是把個人的生命經驗 變成普遍化的一種 人類共有的一種現象 好了 當然作者也就說了 為什麼要這樣感嘆呢 這是因為它東波累積了很多年 它不是空泛說的 因為一回也罷了 但是很多回 自從出來考試以後 從沒有安穩回過 回到家鄉 住在一個地方超過好幾 超過三年以上 在這種情形下 就難怪有這種感覺了 這個時候 累積多年紀念 這個時候就爆發出來 由我們說 詞最關緊要的語句都在結尾 就是他感情最重要的地方 裡面都是不斷地累積累積 到最後音樂快結束了 好多情緒都匯聚在一起了 他感嘆到這裡面 他說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北 家就是你一直想回去的 一直夢回的一個故鄉 東波是四川人 四川在西南方 自從離開家以後 他似乎就結束了一種安穩的生活 而這個時候 從回到京城來到這個地方 不久又要到別的地方去 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經常 尤其是這樣的 派到外線去巡視 就在東南一帶 不斷地往返 每到一個地方 與朋友見面 不久又要告別了 這種離合 聚散的生活 既短暫又衝突 難以自主 他就說了 如果這一生都如此的話 到處奔波 就說整部令人氣喪難過了 而西南方的家鄉 就變得更遙不可及 常作東南北 新上網在家鄉 當生在江湖到處飄蕩 常在東南一個離離散散 現在還是一個短暫的時間 以後還不知道飄到哪裡去 但是那個家是回不去的 這就是寫出一種感傷的 當然這個不是東坡的經驗 所有在朝作官 派到地方任官的人 哪個不是離家在外的人 所以這種詞寫出來之後 會引起很多的公民 因為當時的環境 讀書人的一個處境 東坡也不是例外 每個都一樣 也就是中堂以來 當科舉考試產生以後 讀書人 事實上這種駱駝天涯的感傷 都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情形 對東坡來說 飄蕩在外 有家歸不得 而且不斷客中送客 都搞不知誰是主人 你沒辦法說 我在這邊 張官我送給你 事實上你也是一個客人 這個也不是你的家 所以在這種更正的無家的一種感覺 心神不得安寧 身體就好像一個遊魂一樣 終於如夢如醉 所以東坡這個詞 詞牌叫醉駱駝 人像一個無法安穩的 如夢的 好像喝醉酒 還是你不能清醒的 如夢如醉的一種人生 那剛好這個詞牌 就反映出那種飄蕩駱駝的心境 所以這個詞牌也不是隨便用的 它是有意的 配合詞牌的一個詞意 然後跟它的內容就結合 所以可以寫下 這個詞已經不是一般的歌詞 而是真正自己的書情詞 那這個詞牌在東坡 在這個時期是常用 等一下我會看到一兩首都用這個 那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已經勾起了一份香愁 可在這個時候 剛好又發生了一個事情了 我們看下面一首 叫蝶煉花 剛好歐陽秀有蝶煉花 他有寫一個蝶煉花 蝶煉花的詞題叫 金口得相熟 你看又是金口 當然這些詞 其實我們從內容裡面推測 應該是前後有關聯的 剛才是離開金口 然後走醒之後 由手趕而寫 那這首詞叫做金口 那個時候也得到香書 家鄉來的書信 那至今哪一首在前面都很難講 應該是同時前後的 因為都是同樣的地方得到的 好 這時候當然得到家書 如果一方已喜 知道五家紀裡 在家上的人的狀況 當然東坡的真正的家人 已經只剩下弟弟了 弟弟就在別的地方認光 他的爸爸媽媽 太太前妻都去世了 都葬在家上 他請他的一些親人 來照顧他們的墳墓 當然隨時上他報告家中的事況 有些親戚還在家鄉 那得到家書當然有一時候也蠻高興的 會以為思想之苦 但也會有的時候會勾起更多的情緒 你本來很少忘記 拼拼那個家書又有刺激裡 你不得不想起他 想起你曾經一些遺憾 無法照顧自己家人的一種無奈 所以這個詞就是 跟前面的那首 此生飄蕩何時些 在情感上是很有關聯的 好 我們看這句詞 他說 我們前面曾經談過東坡的文學的轉變 情感的一種表達 這個是第二種人類 前面是宋別的類 那宋別他的長官成相的時候 湊與情是類不情 這種生離的悲傷 離開家回不了 一種思想的一種無賴 東坡也是寫到最後 也把淚水寫出來 這在東坡文學裡面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環 人能夠勇敢面對一份情緒 也不另於表達 中國文人都採取很多遮遮掩掩掩的方式 我們看到從初唐文前面引用過 像王博寫詩告訴我們 無謂在其路 兒女共戰進化 中國詩人已經缺 好像上月好了 以後面對離愁 不能夠落淚 不要寫於一般的兒女一樣 所以你看唐詩裡面寫得 上班的瀟灑的 像李白寫 揮手滋滋去 消瀟斑滿名 我說王偉了 又送給他 喝杯酒就好了 寫出陽光無故的 是蠻感傷 但是沒有淚字在詩詩篇裡面呈現出來 一直到送詞 慢慢這種情緒就來了 當然之前落淚的只有一個 我們看到最痛切的就是李厚祖 但是一種詩詩很蠻悲傷的 多少淚斷念附衡 一個淚真的是稀里花啦的 我們很少看到男生文章就這樣寫 當然對李厚祖來說 王國之痛 如何能夠訝異得了 所以淚就很容易地奔寫出來 可是回到花間詩裡面 這種淚就透過女孩子來寫的比較多 男生自己寫的就很少了 很多都是一種男女之間的一種離別相思之類而已 但東坡就不一樣了 這首詩詩香的淚 在詩裡面是很少寫到這部分的 好 我們看這個詩上面寫它 好 先寫景吧 作者先寫出離開金口看的情形 實際上我們知道詩裡面已經得到相處的情緒了 作者故意看看景裡面 也許也會遵找一種安頓的結果發生 反而適得其反 看到這樣的景引起更多的情緒 它下面寫 雨後春蓉 清更麗 東坡最喜歡寫兩個字 一個是雨後放晴 一個就是月夜 秋夜 有明月之時 當然看完就是它的個性 它不喜歡太朦朧的細語 它喜歡的胖沓大雨 尤其颱風過後的更好 撒得來個痛快 然後雨後放晴得到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特別有一種爽然的感覺 這首也從這裡開始了 雨後春蓉 清更麗 好 我們先看這個 反而好像寫景了 我們跟前面所謂的金口德香書 作者好像故意不先講 我們先看景好 可以作者細像鋪墊好 那個景引出一種彷彿的感覺 為什麼 眼前的山水真的很像家鄉的山水 但是眼前的山水 山水無情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很自然的 是美好的 但人情是有變化的 放雨後 春蓉 春蓉但是山蓉 春色的面蓉 就是山蓉 山的顏色 清更麗 更加的一種明亮的 更大的漂亮的 因為經過一場雨之後 但是只有離人 又很重難些 一場雨可以把那些長花拜夜都沖掉 然後保留更光澤滋潤的美好的一面 但是這場雨洗不掉一個離別人的心中的 憂恨 龐多的雨有什麼用 把眼睛洗得更漂亮 但會更對照出我的人的無賴 人非草木還是友情 只有離人 憂恨重難洗 你看成為離人 離家在外的人 好 這種憂鬱在心的 當然只有 憂恨他所指的一種 憂鬱在心的一種相醜相似的恨 無法去把它充實掉的 怎麼說他閃了 你看眼睛的山還是一樣的 北谷山前三面水 這個時候還是把自己的情懷 做對照而已 沒有直接寫出來 在景色還是依舊 但是你越看到景的話 越觸動你要對家鄉的思念 北谷山面三面水 這裡有座山在江蘇鎮江市北方 就是北谷山 北谷山它的南中北有三峰 都生長到水裡面去的 三面水 三面碗水 那水省的是什麼 必從書用青羅記 以前的古人很喜歡用 女孩子的法記來比喻一個山人 這好像女孩子的一個仇用一樣 怎麼說呢 它是必從書用青羅記 必從是一種避欲 必從的避欲 青羅記就是羅狀的一種法記 形容山的形式 一個山在這邊好像是一個女孩子的法記一樣 為什麼必從書 必從是一種好像書一樣的一種法棧 青綠色的法棧 那這裡面一紅青水流過這個山的時候 想不想女孩子的法記插了一根玉珍在兩旁呢 他用一個水平線 就形容好像一條 一個法棧一樣的穿過一個頭髮 女孩子的頭髮形容一個山 對不對 有山人有水 這個後來家宣也用過的 那個所謂的搖 搖成遠目獻仇公恨欲章邏輯 它寫那個山 好像女孩子就插著法記 上面你看不到她的面容 這樣也許帶著哀氣的仇言吧 這是一個山的一個形容 所以這裡面有時有虛的 時就是一個山景 但主觀就是一份情懷 那這種情懷 不管怎麼樣呢 眼前的山水也許不變了 但情懷是會受到山色對照會影響的 所以看到這個山水當然也會更失戀的 自己的家山也是同樣的景色 必從山用青邏輯 他對照眼前的山 那種恍神的 好像自己還在回到故山 一個山水的顏色一樣 這也是他熟悉的 我們說怎麼刺成相識 就看這個東西跟我以前的生活 所經歷的都差不多 又看到必從山 必從書以用青邏輯的話 彷彿也會好像回到家山 看到自己的山水的顏色一樣 因眼前就失戀了過去 像類似的一個形狀 所以這裡面無形中 就帶出一份情懷來的 我們講過他的山 不管是江南這些山都是一樣的 如他家山一樣 有個鵝眉山 有個鳴江 都是山水相湧的一個景色 那眼前的山就有一種彷彿了 這裡面引起他後面 收到家屬相仇的一種心情 那上面說了 一紙香樹來萬里 萬里之外 送來一紙香家鄉的一個書寫 我們現在收個line message 很容易很方便 不管你身在何處很快 幾秒鐘的收到 對不對 不到一秒鐘 但以前不是 你看看玉琪 萬里之外收到家屬 可能了 現在是春末 春末之時 搞不好是去年春天寫的家屬 現在才收到 你看看玉琪就知道 哇 真的歲月催人老 不是此時此刻的 已經是舊文了 當時家屬了 經過幾個月 不知道怎麼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很難想像 收到家屬 即使喜悅 也感到時空流轉 就飛快了 你看一看玉琪才發生 原來是 可能是幾個月前的事 你收家屬也不容易 尤其東坡被派到外縣市去 我們可想而知 本來那份書信 也許要送到 因為知道東坡在杭州認關了 應該是先到杭州去的 可能郵差也知道東坡不在外 送到家裏面說 他不在家了 所以就快馬加鞭 就到了金口去找他 把書信送到他那邊去 但用公文轉遞的方式 但是還是花很多時間 收到這份假信 一指假數來萬年 好了 這份相述 他說 他說 問我何連真格成歸計 真格是真的 這個歌是一個語著詞 真的 果然就是問我了 這家書當然 一方面可能前面是報告了家中的狀況 他家人墳墓的一種照顧的情形 不只是家人的安慰的話 也很算是安慰我了 東坡里 等待大家回來 或期待回來 而是呢 裡面還有一種 深深的摧歸之意在 問我何連真格成歸計 所謂歸計 就是歸家的一個計謀打算 真的是什麼時候你可以回來 我們最怕聽到這個 你不問我則以 問的話真的是無賴 我也無法回答 想回答也回答不來 這是很無賴的 點綴一個時間來的 如果你說 我差不多退休了 你問我還好 明年我就會告訴你 但是現在才干預虛途不久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賺的錢也不夠 怎麼回去 對不對 而且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這句話不提也罷了 談到這句的話 對於東坡來說 這就很麻煩的問題 但東坡本來已經有回家的打算 但是未來 他以前跟弟弟在讀書的時候 在一個深懷願意裡面 一起讀到文英物的詩 不是說過嗎 臨至風雨夜 夫子對床眠 心中就想到了 怎麼能大家相約 早點從官場退下來 回到家鄉住在一起 可以夜雨對床 共聽雨聲 顯化家常 不過前提是功成民舟 之前他跟楊元素所講的一樣 但是現在功成民舟 以前是在理想的情形下 也許會預估你的時間 但現在經過黨政之後 你就難以預料了 可能一輩子都成不了舟 那如何是好 所以這個軌跡就刺痛的東坡了 人生的理想 人的最怕什麼 不知道自己定位在何處 因為你身不由己 再來沒有一個定位 沒有一個點就拉不出一條線 就拉不出一個方向感出來 人生有一種真的飄荡無根的感覺 你的未來是不可指望的 以前成平歲月 你的好朋友都當宅相 你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晉升 有個歷程 但現在沒有一點 拉不出一條線 沒有條線 生命走了 沒有一個歸屬 沒有一個方向感 都只能焦慮不安 這就是人生的一種最無賴的 所以不問這個什麼回去的話 還可以 問到的話 不知道如何是好 好了 今天觸動東坡最痛的部分 問我何年真的成歸 我也很想定下來 很想回到一個最安穩的世界 也許跟弟弟會在一起 但現在是真的無賴 其實這裏東坡情緒 已經真的壓抑不了了 前面宋 陳相已經有表現過 一種真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悲傷 這首更刺痛他一種更深的醜緒 好吧 這個時候春天快過了 正是要盡情喝酒的時候 他說回首送春 判一罪 那種判 判萬的判 判就是什麼 甘願不惜的意思 我們說東坡本來很理性 不願意多喝酒 希望保持一種理性的狀態 面對人生 在面對這個時候 他無可奈何 所以回首送春 這個送春當然有上登的意思 好像人生的美好 如春天一樣的 就此就結束了 我只能甘心情願 不顧一切 拿著酒來送給他吧 送 埋葬著我的 我那份理想 我過去的美好的青春 我過去的一切 回首順順 判一罪 這種用語是非常強烈的 就是我不顧一切了 我甘心情願 想喝酒來把春天送走 當然那個春天代表一種象徵意識 代表人生的那種過去曾經有過的理想 我的流盡歲月 水春而去 對不對 既然真的送去 寒著淚水去買 而且這個時候 東風吹破千寒淚 剛好時 東風是春風 春風吹過來的時候 這個吹破有吹進 吹開的意思 把我的眼 本來埋藏著心中原來的淚 都完全把它吹開 散開 淚流不止 東風吹破千寒淚 這裡寫的是非常沉痛的 前面用抽與情時 淚不情 還是用比較介遇的方式 介走的直接把它走 介走 壓抑不了情緒 豪情一般的把它表達出來 這在東波文學裡面 之前我們看書裡面 它還溫柔敦厚一些 詞因為比較音樂 比較動情的一種文類 前面寫的還是不上這一首 那麼樣的直接 東波吹破千寒 而且結尾就是一個淚 對不對 我們說仇 淚 背 永遠都是持著最後的一個用語 這也寫出它 無可奈何的一個表達情緒的方式 那這個當然也無可奈何 只能在偶依的這個機會來發現 但之後還是要努力重工 但情緒一直延長著 隨時都會用 經由不同的狀況會表達出來 所以東波在這個時候 詞已經強為一種很貼合它書情的文體 不時就可以借助它來表達它 很多的悲歡離合的情緒 那這個在東波文學裡面 是一個新的紀元 它是能夠用文體 很真實地表達它的感情 它不另於表達 而詞比詩更加的直接 我們看到的類 比詩的表達會更明白的 那這個詞 我們就補充前面杭州詞的一個部分 東波如何由客觀書寫 變成了主觀的書情詩 然後接到東波類的一種表現 那下面我們談到了東波 在三年過後 它就有機會可以離開杭州 調到別的地方去 但我們一直要注意 東波這個時候還不是被貶官 它是正常的輪調官而已 宋代本來是這樣的 你要在京城裡面擔任大官 你必須有地方的歷練 來著宋代基本上 它把你送到外縣市去 平均應該是最起碼三年有一調 不能超過三年的 快的話可能幾個月 一年兩年就會把你調走 現在東波已經完整三年了 有杭州通判的資歷了 所以他不得不離開杭州 因為宋代一般官員 任用都是這個方式的 但這個時候東波還是 是正常認官的方式 他只是跟王恩寺不合 王恩寺也沒有什麼 還是把他送到最好的地方去 還是杭州通判 但杭州是個上州 當然通判已經蠻高的職位 但東波下面來 如果調到一種比較中下的州郡區 他就可以擔任地方的首長 和地方的支州 這時候東波主動要求 要到山東的密州去 我們說現在要看東波 如何由杭州赴密州的一個過程 我們也先不講到 立刻跳到密州去 我們看到東波如何走到密州 這段路走起來是相當辛苦的 為什麼 東波如何 剛才經歷過思想的仇懷 離別的哀痛 身體也變比較衰弱了 在這條路走下來 他醒醒重新行 東波去密州 他主要的目的是因為 他的弟弟就有個消息 已經說派到齊州去 擔任地方的一個書記了 東波一生情願了 因為我到密州去山東去 就可以跟弟弟比較接近 平常公寓就可以請個假 從密州到附近的旁邊的齊州去 並不難 對不對 就要跟弟弟見面 他是抱著一份興趣的 那如果照理由 跟弟弟三年不見了 從密州 從杭州的密州 應該是再興再奔 很快 飛快要跑過去的 對不對 等他跟弟弟一起去過年 什麼之類的 或者他的生育也在年底 東波在12月19號出生 但是東波很奇怪 從杭州的密州 他沒立刻去 居然徘徊了一百多天 這種秋冬 一直到春 到東波 他都還沒有到密州去 不曉得他想些什麼 東波確實離開杭州 去了長州 蘇州 楚州 潤州這一帶 不斷地去找朋友聊天 然後不斷地留戀不凡的感覺 但增加更多的離別情緒 因為這些朋友 很多都跟東波差不多 三年前調到這個地方來 他們也個別要離開 原先的州郡到別的地方去 事實上一種客送送客的悲氣感 可以更重的 那我只猜想 東波在這個地方 也許他真的 一方面想跟弟弟在齊州見面 一方面 他對於出任地方的自由 還是有點惶恐的 因為他也知道密州的狀況 我們說東波早期認官 老百姓很歡迎東波來 覺得大文豪來到都很歡迎 但東波事實上 如果你是當地老朋友 一個老百姓 有多加考慮 當我們是馬後炮 就知道 東波早期認官 每到一個地方去 一個地方必有災難 但東波不是不知道的密州 本來他來杭州 不久有漢災蝗蟲 當然他也知道 那個蝗蟲從哪裡來 是從山東那邊來的 他現在是深入虎穴區 怎麼辦 密州更是更貧窮的地方 他真的心裡面有一種害怕 還有心正的推行 繞民 然後民生凋敝 他如何是好 也許我相信 他去附近邻居 找朋友留情 可能多打聽一下消息 來尋找一些解決 一些地方證物的方法 吸收一些經驗 也許吧 我不知道 東波沒有很多說了 所以在這段 臺懷的路中就很久了 那我們注意到 這段流利 東波就 從三十八九十年開始 東波離開杭州外縣市去尋找的時候 身體一度就變壞了 那乍上很快 馬不停地又往山東去 事實上在旅途裡面 東波的詞裡面 尤其在詞 充滿一種老病之感 老病之感 等一下我們看到東波詞裡面 很多寫他自己老了 還沒到四十歲 才三十九歲的東波 已經常常掛在口中都自己老了 而且身體也不行了 老病之感 特別深 但這裡面除了身體的原因 還有心理的問題 那現在麻煩來了 東波既認老且病 他怎麼用這種仇言去面對他的弟弟呢 難道他弟弟不擔心看到 他自己會難過嗎 所以東波必須在裡面 要做調整自己的 等一下我們看到東波的過程中裡面 即使表達這種老病 一方面在面對弟弟見面之前 他又會調整自己的心情 希望給弟弟看到更好一點的自我 那順便一提的時候 東波一輩子 事實上呢 他寫詩的量還是最多的 在所有的文學作品的寫作數目上 重來是烏台詩案 因詩而惹惑 東波還是詩沒有停止寫作過 重來是被變黃舟了 因為烏台詩案 東波還是繼續寫他的詩 量還是在詞之上 但是呢 只有一個時期 東波的詩是多過他的詩的 詩是抒情 而且是寫出悲傷的情懷的 就是這個時期的 這那麼多天 這幾個月裡面呢 東波是很難得 他的詩的寫作的量 多過他的詩 而寫的如果都是老病 就很可像 這種變成他的主體 表達情懷的一種問題 那我們很值得注意了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東波這個時期的作品 所呈現出來的面貌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我們看過東波杭舟詞 也看到東波寫過不同的題材 當然總括言詞的一個 抒情的特質 應該越來越都去到一個梗蓋 只有他應用的一面 比如說在歌研九十之間 去表達某一種歡樂啊 悲傷的情緒 但是東波寫作之後 更強化了他的抒情性 如是一樣的 是可以抒發出更深刻的個人情懷 當然前面我們看到 叫宋別跟思想是兩個很關緊要的一個題材 那下面我們就看東波由杭州到密州這個過程中的一個心境 因為東波也不許完全在荒礁野外 然後就直接就奔赴去密州 但還是到鄰近的州郡去找尋一些朋友 有相聚就有相離 也面對了很多的離合悲歡之事 因為他的詞的抒情性還依舊保持著 因為有歌旅相鎮 當然也有他的應用的一種特色 那就會把兩者結為一體 當然東波詞裡面已經是假慶就熟了 那東波就不寧於在詞裡面 表達出不是一般逢長作性 一種應酬的話語 跟在這種客觀的一種場合中注入更多的抒情的一種特質 兩個就混為一體 上面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一種詞片 那上面請大家翻開課本的五十九頁 我們先看一首也是《醉駱駝》 現在杭州這個詞調在當時應該是蠻流行的 東波就順手年來就拿來寫作 下面這一首他就來到蘇州 蘇航一代都應該是相通的 他同樣也用了這個詞牌 但這首不像剛才那一首寫出自己離別的時候 個人的一種感思 這首是一個場合之間 他求證給這些歌旅的一個作品 三十九首的《醉駱駝》 詞的題目是蘇州 昌門留別 多麼在訪蘇州 然後就有歌旅來順行 然後他就舔那個詞來以相正別 我們講說順別有兩類 一個是詩人順別他的朋友離去 一個是詩人離去而留政 這首是後面的一種表達的內容 我們看這一首 他說蒼顏畫法 故山歸紀何時訣 舊交新貴 因書訣 唯有佳暗 應該不是這一首 因為三十八唸到後面那一首 他說一年三過蘇 那這個詩文很清楚了 他說三年 這年來三過蘇 第一次他應該寫從汴京出來 然後進過蘇州到韓蘇 第二次他去那邊巡視 那這次又要到蘇州來了 因為要經過蘇州要離去 對不對 所以一年就經過三次蘇州 最後要赴密州的時候 那有人問他了 當然主要是一些歌旅問他 這回來不來 以前他們喜出望外的 東波來了 第二次再來了 然後他們就喜出望外 一回有一回 東波應該會繼續重複這樣的動作 但這次就問他了 你這次應該不是大戰 不是長久離開吧 離開應該不久就回來 這回來不來 他說這次你離開 就會回不再回來的意思 這回來不來 這回之後回不再來 這回來不來 實則欺然 當然他們知道了 東波這次博士在附近任官 他就調到東北去 所以大家重複問他 期待他 好像前兩次一樣 都不斷地離去再回來 但這次知道 忠然跟他要求 希望他如是 但知道答案 未必如他們所願的 所以難免有一種感傷 所以其色欺然 那當時太守的王規夫 蘇州的執州王規夫的加之 就讚美這些女孩子 覺得他說出大家 都期待東波來的那份心願了 因此就另作詞 希望東波把這個留下一個紀錄 填那個詞 把這本心衣把它留下來 東波當然封命就寫這個詞 我們說詞本來就有應用性 當然一般的應用性 隨便麻麻糊糊糊就寫錯了 但東波不是 他真的動於自己一份真情的 因為它畢竟跟這些人物有些關係 他講 詞這樣寫 他說 一年三度過蘇臺 青春長世開 家人相問苦相猜 這回來不來 秦未盡老先摧 人生真可害 他年逃禮阿誰哉 流浪雙病衰 你看這領域裡面 多了一些元素 一個是老先摧 一個後面的雙病衰 一流浪 但是接劉雨昕來暗喻他自己 頭髮都變白 這時候我們有考證 這個年份 東波這個年才39歲 可是因為離別 這種感傷 吹出人老的意思越來越重 所以我們看到東波一個背負的心情 突然間接近老大了 古人四十元老是人之常情 因為過去的人壽命都不長 杜甫曾經說過 人生七十古來西 人七十歲是很難得的 假設這句話是一個很中肯的話 其實是很難得 人生過半的話 等四十歲就過了一大半 所以難怪中國文人來說 四十元老是常態 很多人差不多四十歲了 只有幾根白頭髮出來 都覺得自己老了 那我們從以前來想的話 衛生條件不好 生理的一個狀況 不如現在那麼佳的情形下 到處奔波勞碌 視著不安的情形下 能過四十五十已經真的也不容易了 我們沒辦法做一個普遍調查 在我讀文學史裡面 都做稍稍的一些了解 在魏晶南北朝 你看看很多詩人 大概都三四十歲的壽命 所以人知道壽命不長 因此人年輕的時候 會趕快要表現出自己 所以很多的少年豪傑 少年英雄會出來 因為覺得照不保夕 很難延長下去 所以很快速就會揮霍他們的生命 你看魏晶南北朝 我們看到很多現在一種少年豪傑的 一種人物的 你像呂布 你看周瑜 諸葛孔明 都是二三十歲的成名 以前後來就沒那麼緊張的 到唐代的時候 很多的文人 你看李白 杜甫 連獸大概都五十多歲 支付就比魏晶南北朝就長了一些 因為當時就沒有那麼動盪 天下統一了 就有五十多歲的壽命 所以難怪杜甫會說人生七十古來世 過七十歲真的不容易 賀志章能夠過七十多歲 能夠少少離大老到會 真是很例外的 那到了宋代呢 宋代我們看一些熟悉的文人 大部分壽命都可以到六十多歲 六五到六七之間 曾東坡有六十六歲 而六六的人是非常多的 可是你看看那個年齡還是到六十多歲 不像現在我們的壽命會八十多歲的平均壽命 以前沒有那麼長久 所以到了四十三十九四時間 會延老是常見的一個情形 東坡比較早一點 三十九十開始覺得自己已經老不堪用了 但有一種自己公民難救 而且一種很失憶的感覺 跟他們背負著很多 跟兄弟離別一種哀傷的情緒 會更增在一種歲月催人腦的一種意識 還加上就是 如果他春天在路途上也罷了 他偏好是秋冬之間 一年將近之時 一種騷騷的景象會刺激他的心情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就是 在一趟流利的時候是在秋冬以後的 因此他也十二月十九號出生 一年將近的 所以那種時間飛快過去的意識 會特別的沉重 也跟那個時令有關的 好 我們先看一個詞 他說一年三度過蘇臺 他就重複這一句了 好 我們一年有三次經過蘇州的一個姑蘇臺 以這個來亞運 那來到這個地方呢 這裡的太守 歌旅都很歡迎東坡 所以青春常識 嘗試開 尊著酒瓶 酒杯 嘗嘗的打開酒來喝了 嘗試開 開花也倡議 但是蠻好的 因為東坡 畢竟難得相遇的 但這次也來到這邊 當然他們也會要開酒給你喝了 但是這次不一樣 東坡來這次再經過蘇州 可能是要跟老朋友告別的 他也不知道以後能不能再來江南了 所以來這一趟是順路拜訪他們 而這個時候難怪 家人相問苦相財 這些人師的歌旅 就一直問東坡了 苦都是 有一種我們說家中語氣 那苦不是悲苦了 就是不斷不斷的極端的去探問了 你自己很認真的不斷的去 去必問我了 才猜測我 這回來不來 就是這回離去 會不會再來 你自己猜我了 當然他們是把他們的期待 都需要用過去的經驗來類推 沒有那麼容易的 以前都沒想到你來了 就再來一次又一次了 那這次應該不會那麼快 一久了我就不回來吧 所以就猜測 你自己離去就要 會不會再來 當然王家富這個太守 很期盼能夠再見東坡 所以覺得這個家人 說出大家共同的話語 都很想跟東坡重逢 但東坡後面告訴他們 東坡也不能自己做白玉夢 然後跟大家 就給了一個虛幻的答案 他說情未敬 當然跟他們 我不能再離去就不留情分 我們的情分 沒有辦法再繼續 代表我們的情還依舊在 但是有個東西 沒辦法逃避的是 老先摧 但是人的歲月是摧人老 生理跟心理是相膩的 不是一體的 老都來了 不斷可能不在人世 但是情分還依舊在 彼此會思念 但是我們還是沒辦法管好我們的身體 我們人會老去 老去的話也許不在人世 情分還依舊在 那是兩個不同 不能相提並論的東西 所以才比較起來 他說人生真可害 因為押韻 他就不只用可笑 可笑就是可 可嗨 那個嗨就是笑的意思 那楚詞用過這個 我覺得東坡是有意的 因為這裡也都是 可能蘇州姑娘 那蘇州以前都是楚國 就古楚之地 所以東坡用他們 可能認識的一種語言來 互相相偽 所以不用一個笑來 用嗨來 大家比較能夠知道他們用意的 那以前楚人說 相調笑就是嗨 人生真可嗨 因為我們白話就是 人生真可笑 對不對 為什麼沒辦法把情 然後跟人的壽命 一起都可以同行並進 情不進 老也不會到來 那多好 那永遠都會有一種 身心的一種快慰 偏偏相反而行 就沒辦法了 讓我們得到這樣的歡樂 好 他的推測 他連逃離阿誰債 流浪雙鬢甩 他有個點故事 劉雨席 劉雨席 曾經擔任一個地方的 屯田園外郎 後來左遷 到了蘭州當司馬 十年之後 他回到京城 回到京城的時候 他重遊玄都關 十年前 這地方沒有桃花的 十年後 看到了桃花盛開 他寫一首詩 就寫著一種 看到玄都關裡面 關裡桃千書 竟是流浪去後災 一種驚喜對照之感 特別的強烈 十年前是一個光景 十年後又不一樣的 那這裡東波用了 畫一種流雨時 不曉得能不能再回來 假設這個地方 如流雨時 蟲會孤獨一樣 我來再來蘇州 看到你們會怎麼樣 他連桃李阿 也許這裡面 不少誰種了 很多桃花梨花 在這邊 也許真的會有改變的 不過 又今多少年後 流浪雙病 又等到十年後 流浪帶著雙病回來 才跟他們再見到面 那以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帶著我回來的時候 恐怕都十年以上 人都老了 那老仙春營布是一個事情 叫做再重逢營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因為我們講過 宋代基本上很少拍到一個人 同樣去一個地方認官的 不過當然東波沒想到 之後他有機會再來到杭州 那已經寫很多年後的事情 年後的事 那這裡面寫著一種 現在已經感到人生老仙春 想到能重逢 也許人的雙病已衰之事 所以裡面有一種 我們說詞的意境的 最後是看收篇的 對不對 我們看到前面東波的詞 一直一如酒來 不是淚就結尾 這時候也雙病衰了結尾 整個是往下低沉 無法鎮揚起來 那是看得出了離愁別墅 或者對時光的感嘆 如何影響他的心理 在詞的意境上面 有所跟一般的情詞一樣 沒辦法掙脫出來 當然這裡面我們看到 逐漸有變化的 它後面我們看到一個端倪的 好 成了這個 下面還有一首最駱駝 在39首 在59頁 我們再看看這首詞 當然我們會把這首詞 組合起來很快速看過的話 我們就更能夠了解到 那種老兵之感 不是一句空話而已 它的確是不斷不斷地發生的 東坡一直一直意識到這一點 那這首也是 在蘇州 昌門留別 他真的要離開了 剛才還在聚會上 現在離開這個昌旅門 要離開蘇州了 他也留下了這樣的詞 來贈給他的朋友 你看這裡要更清楚了 他說 蒼顏畫法 古山歸記何時絕 奏交新貴殷書絕 惟有家人 有作殷勤別 離庭欲去歌聲夜 笑笑細語涼吹夾 淚珠不用羅金翼 彈在羅山 徒得見識說 用同樣的詞牌 然後再藏出一種離別的一種深情 那首先兩句 先從自己的永遠 情貌 心境去入筆 他寫出來的 蒼顏畫法 剛才老仙崔他沒有明白 這首歌不用再用空話說了 他就直接說了 蒼顏 蒼顏是永遠憔悴 那畫法就是 頭髮有黑白夾雜的狀態 就叫做畫法 不是一個單一的黑色 有白色腔 像是畫法 不讀畫的都畫白 畫白 蒼顏畫法 我們說詞 就可以給我們很真實的感覺 都不用形貌直接給你看到 我真的是老了 不是假的 你看看 永遠憔悴 頭髮黑白夾雜 蒼顏畫法 在這情形上說 故山歸季何時解 剛才說了 他前面不是有家俗問他 何時成歸季嗎 他現在也重新的附輸這句 在這樣 人都老了最好的時候 回家去 安頓下來 但是偏偏那個家回不去 故山歸季何時決 所以什麼時候才能拿定回家的主義呢 怎麼能決定我真的回家 其實他很想停頓下來 不會隨著歲月偏先 人逐漸變老了 老早回到他屬於他自己的家上多好 但是問題是他拿不定主義 無法做這個決定 當然更充分別 剛才全是前面那所謂的 此生飄蕩何時卸的意思 同樣的最多頭三手都有關聯的 如果家回不去了 有朋友的路上相扶 路上慰問那也很好 偏偏的這些也沒有 他說了 奏昭新貴 英書絕 奏的好朋友 要以王安石變法 老的老 退售的退售 被調離別的地方的人 人人都是很難再重逢 奏昭都是到處淪落 而新貴 那些新科進士 八節王安石得到高位的人 哪會跟你再有什麼交往 在裡面呢 你就很難再有跟朋友 或者新教的人呢 有什麼人往來的 就叫新貴 英書絕 在人生的旅途上 更顯得自己孤寂的 老朋友到處飄蕩 居無定所 英書都不少 如何去傳達 新貴根本不理你 也不可能再跟你來往了 因為他們這些 一切都是複合上層的 當然這裡寫著 此人在政治上所受到的一些挫折之後 又感受到 甚至這個事態炎良 觀察人情的冷暖 對不對 英書絕 但是這句話 他也許留證給 當地的王規夫太守 但是都是過來的人 都知道什麼緣故 不用多說 此基本上 對政治上沒有做很明白的 具體去說明或者批判的 歌詞的興趣就是要很簡單 寫著一種感受 一種氛圍 那就可以了 他這裡不用多說 當然用到新貴這個詞 大家知道這些就是得意的人 大概都不會理解我們的 要求援或者跟他談談的地方的政務 他們根本也會回絕你 現在這些路就不通了 所以人情冷暖 自然都更增加知道了 好吧 但在這些情形 無法對到安慰的時候 這裡他覺得 唯有家人 唯有家人 有著 殷勤別 就更感激這些女孩子 他們很單純 沒有那麼多的顧忌 只要是朋友 他就先日日地緩代理 那個油子用得很好的 很有分量 依舊如故 不會因為你有什麼樣的試圖改變 而對待你的方式 而不一樣的 我們在讀詞裡面 就是說 所以宋詞裡面 油這些副詞 我們也特別注意了 裡面有很深的情意在 比如說李厚祖在詞寫道 小樓昨天誘東風 那個誘字就不簡單 不是一回 一回又一回 永遠都改變不了的 永遠都是這樣 那個油也看得出一個分量的 但不是只有一詞 還依舊如故 所以不要你 因為你老了 你試圖有什麼改變 而他們也會不同的 對你的待遇 他們依舊如是 這就是真正的情感 一個對待的關係 但東波是很感激的 東一生裡面最重要的是 一份真的很深的一份情 當然對他來說 永遠不變得他的弟弟 他可以這樣可以說 他弟弟永遠會相信他 他也相信他弟弟 而且人生試圖上裡面 能得日向的知己也不容易 這些女孩子就單純的多了 不少那些舊教新貴 尤其是新貴 好 這裡用詞 我們總共體驗了 家人就不以人情冷暖來對待人的那種 比較純厚的一種品格 這作者寫到這裡 有種殷勤 他們一直很真誠的 你看得出他們不是假義的 這逢常作息的 這確是很殷勤來送別人 一回有一回 好 當然 作者寫這種情感是互相的 不是只有單方的 所以上面作者寫在彼此之間的 交往之間的那種離別的情形 我們講 那些剛剛寫到殷勤別的時候 都很空泛 但是如何殷勤別 當然就有具體的動作寫出來 我們講過當時的詞 會把很多的動作背景 道具都能寫出來 實際上有它的一個作用的 使得歌旅拿著歌詞來唱的時候 有所依據 甚至可以把它當個小腳本一樣的 去做演出的 他的殷勤別 他怎麼做呢 沒辦法 好像只能是拉著你 依依不捨 也不夠了 你看下面就來了 很具體寫出來 他說 在什麼地方呢 離亭 離別的亭子 以前的五里一短亭 十里一長亭 離別的一些義戰亭子 離亭當然就是 他們的殷勤別就看得出來 在離別的亭子裡面 一種依不捨的狀況 都清楚了 一個有場合的 所以這個詞 我相信呢 在劉別的時候 葛文當下 東部就寫下來 都在當下表演的 都在離亭 離亭就是你現在在的地方 所以是一種 正在其中的 歷歷在目的一個情況的 而欲去歌聲也 你這個女孩子 有什麼殷勤呢 那你快要走的時候 她們就是 差不多要哭出來的 歌聲哽咽不已 所以這種殷勤 如果她們 其實請她們來唱個歌 來送給她們 可能就不動聲 反正都是 都根本都不會表出 真正的情感的 但天氣也都不聽出 她們真的有真情 去流露表達出來的 所以你看看 聽到她們呢 歌聲的產業不已 那是劍別時候 那些熱情的歌旅的 那種狀況 它是有針對性 真正是面對東波 流露出她們的真情 歌聲業 而那個時候呢 笑笑細語 良吹甲 臉頰裡面呢 剛好配合大自然好聲 我們講多了 緊隨情轉 不是嗎 你看 增加氣氛了 東波不是奉合欲力 加上天地都不忍 天地都不忍心的 所以看到人在那邊 下次女來 吹到女孩子 臉頰來的 沒有感到說 一種氛圍 一種悲傷的情緒 直走時後 要渲染 擴散一種情緒 歌詞不是一對一 是一群人之間的 所以寫到這裡的時候 當你唱到這裡的時候 當下的人 都覺得 彷彿走在一個悲 悲的情況之中 好像都深受感染 所以這裡有初始的情感 抒發的作用 每個人都一樣 不是只有一個人 跟一個人之間而已 你看大自然都跟著的 都落淚 你看風吹涼雨 吹到臉頰來 對不對 都不會這樣嗎 好 東波就說了 當然東波也壓抑 不要情緒 當然就 希望能夠處理得更好 情緒更延伸 不要只有單少矣 泥就不用裸淨 液就是要把它弄濕 裸淨就是 裸淨的液 因為你用擦乾淨 液就沾濕了一個裸淨 這個液有弄濕的意思 這個弄濕因為你擦淨液 把液水滴落在裸淨上面 所以他吩咐 你不要弄泥 不要把你的裸淨 都用它來擦濕 液水都沾滿你的裸淨 現在他們什麼呢 他用不用裸淨 要彈在裸淨 乾脆的找把液水灰灑在 飛彈在你的裸淨上面 為什麼 你要盡情哭吧 不要擦乾淨 洗乾淨就不見了對不對 就乾脆把液水 不要用你的手筋把它擦掉 擦掉的話 可能裸淨就不知道 飄到哪裡去 洗乾淨就沒有了 灰灑在衣服上面 幹嘛 塗得見識所 塗得圖無考慮 希望能夠彈落在衣間上面 為的是重逢之意 還可以在你的衣上的內痕裡面 做個憑證 然後知道境遇我們多麼的意義不實 如果能再見面看到裸淨的話 就作為我們以後能夠 再去經遇情誼裡面最好的一種方式 那液水就是最好的病 你就乾脆就哭出來 哭在羅山上面 我們要期待未來重逢的時候 我們要看看深深的內痕 你看依舊在情就可以有一個衣� 可以再去經遇之情誼 東波的情感就跟別人說 不要哭了沒關係 就離去 就乾脆就痛哭吧 東波也是 他自己也會因為離別而難過 他也不願意女孩子就有亞裔的情緒 乾脆就哭個夠吧 當然只望未來 以後我們回來人重逢的話 這個淚水就最好的憑證了 我們當然就是有這份情誼的 對不對 就能見面有多好 就再去這份情誼 就再去這份情誼 我們看東波的一種態度 一方面他有他情感的一方面 也有他的一種比較理性的部分 兩者有些時候會糾結不已 那順著這個我們要繼續看 當然情緒不是只有這樣的表情 有的時候東波也會造作一些處理的 剛才這個還希望的是把淚水流過來 還有一個對未來的指望 他不只是一往情深 什麼都虛妄的一片 那下面我們看一首 這43首的《彩桑子》 在64頁 我們慢慢會看到東波的一個情感的 一個處理的方式 有一首他會燒作一番安頓疏解 附上前面寫著那麼人的悲切的 那這首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彩桑子》 他在潤州甘露寺多景樓 他這時候又來到潤州 之前也來過 現在在這個地方 在跟朋友相聚之後 又離去了 那地方有個叫多景樓 天下是書景也 很奇特的景色 就是寶蘭眼前 這個地方可以 為什麼叫多景 叫好多美麗的景緻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他認為是很特殊的 那多景樓 就在正江的多寶寺中 位在長江邊上 三面環水 登樓就可以看到了七項萬千的景象 上面說了賈寅仲東 就這一年 是2007年 東波39歲的仲東這個時候 東波還沒離開 他還在潤州徘徊 那時候剛好跟孫劇源 王政宗三位於此 三個人他們聚在這個地方 剛好孫劇源 王政宗 尤其孫劇源也是剛離開海州的認所 孫劇源是揚州人 他被調回京城去 在中蘇令任職 可是他沒有立刻回到京城 他先回到省清 他的家在揚州 剛好東波到了運州的時候 運州跟揚州是一張之隔 叫做長江 他就立刻請人快馬送書信給孫劇源 要他從蘇州渡船來到運州跟他相會 他們是同年 什麼同年 他們同課近視 那大家都是因為反對王安石心法 已經是個舊交了 所以孫劇源就看 藍的機會跟東波重複 立刻就快馬 在那邊就從蘇州過來 從揚州過來 所以他們就同遊潤州的多景樓 王正宗剛好也在這個地方 好 這時候他說有個胡琴者 胡琴的 這西域的傳來的一個琴的 但主要是可能是琵琶吧 那姿色友好 他三公皆一時應壽 他自嘆了 我們三個人對不對 都是一時的好 應壽之才 而景之壽 祭之妙 真為西域 他覺得這個景色要好 女孩子也是情意高妙的 他覺得都是不錯的 這是難得的一個奇遇 飲男就是飲男飲禁 喝禁酒禁者 就是喝到難醉的時候 居然寢於逾越 長霞亡照非奇才不盡 不盡於坐此子 那說好 這個時候太陽下山了 長霞亡照非奇才不盡 都說不止你啊 東波 填詞了無法把這樣的一種美景 這樣的感受充分表達出來 所以請東波就寫了這句詞 東波是因為跟朋友同游的時候 一方面 知道未來分別 同時在一起也有一種歡樂的心情 所以這首詞有它的一種 紓解的方式 由詞裡面的上下篇 用得很好的一個安排 然後我們看到東波如何將這份禮酒 透過外面的景色來紓解的一種方法了 好 我們先看這詞 多情多感 人多病 多情樓中 尊酒相逢 樂事回頭 一笑空 挺悲且聽 琵琶雨 細念青龍 醉念春蓉 霞照將天一抹紅 我們前面看的詞 從東波送給以來 通通都是寫到很哀傷的情調 沒有快樂 沒有很平和的心情 無心賞景 因為都是充斥了離愁的思想的情味 不只摔 都是累 這樣的做截片 這首不一樣的 完全後面的音樂就寫出一個景出來 證明在朋友戶上的對話 聊天遊玩的時候 東波稍稍的安定了某些情緒 還有愚愚來觀賞美麗的景色 但是偶爾為之 大家看到東波一種紓解的方式 這個只是後來 他採取了很重要的一種方法 他先開篇寫出一種無賴 多情多感 人多病 那個時候東波就說老病之嘆 他寫出根由來 多情多感 作為詩人的東波當然可以這樣說 多情多感 對不對 以前唐人也說 有情天地類 多感是詩人 雖然會特別的多情感 但是人多病 還是很多病 所以多病的根由是什麼 只要你多情多感 人也許理性一點 沒有那麼多情緒 那很好多了 那個病不是生理的病 它主要當然這句話 心照不宣 三個人都知道 是心病的問題 為什麼心病 甚至很不堪 也無可奈何 不曉得如何去立望乾坤 不曉得如何是好 那個病是由心而造的 因為心有病 所以加上多情多感 就糾結不已 他寫出了多病的一個根由 當然這也是從多情流 那個多出發了東波的想像 這裡不是景 景色很美 書金也是有多情流 我們也是 因為那個多景 生出更多的情懷 對不對 就推論出了他真正的一個問題 多情多感是詩人的氣質 而也是多病的根由 誰要你多情多感 因為後來東波就結論 就說出他人生的是 因為多情因效我腳生化法 因為多情就會腳生化法 腳生化法當然自然就會多病 生理跟心理是有關的 環環相扣 因為你把東波那種多情的文字 結合起來就看得出 他真的生命的情調是怎麼一回事的 當然這裡面 東波走很巧妙的 一開篇中疊了四個多字 寫出了特殊的環境 特殊的文人 特殊的心境 都是多多多 景雖多美 人物多瘦 心情有多複雜 對不對 這也是很會提的 他就根據他來寫文章 好了 在這裡面 下面就說了 既然來到這裡面了 我朋友不期而遇了 當然情緒就可閃而知 一方面歡樂 一方面也想到國家之事 一方面也不久要離去 所以百感交集了 所以下面就說了 遵求相逢 我們相逢中當然難眠就會喝酒了 那個酒是快味的酒 還是悲傷的酒 我算是混雜的 三村人當然 能夠過來跟我見面很難得 因為東坡真的也蠻想念他的 人家已經幾三年不見了 但在見面的時候 談起來都是國家之事 既相逢 既喜悅又是蠻悲傷的 但是既能借走來 既出發情緒 悲哀的情勢也歡樂的情勢 他後面呢 一方面歡聚而興高采熱 被眼前的眉睛所陶醉 因此多喝幾杯 但一方面呢 也跟他也說了 多樂事回頭一笑空 就感到人生的歡樂 也不是常有的 很容易有變化 不像眼前的樓台的景色 永遠都一樣 但我們都會有很多的變化 那道德不久之後呢 他就說了 這樣的歡樂 回頭一笑轉眼成空 非常都虛幻的 難以永遠都是這樣 樂事回頭一笑空 這個很難的 人生出了一種很虛妄的感覺 不那麼真實 樂事回頭一笑空 那麼快樂的事情 多年以後 回首一故 原來轉眼成空 這不是在他的詞 後來東坡 在離開一個地方 在旅途中呢 寫了到了揚州以後 他寫了他寫給朋友 李常 李公哲的信中呢 也寫表達出相關的一個情緒 他說 此信 其行天性 這條流例 他說 嗯 老天好像是故意安排 讓我很幸運 能夠 跟你們這幾個人相會 所到之處 我都喝酒 歡樂 歡笑不遺 人生如此有幾 人生仍然有多少次這樣的機會 一方面很珍惜 但最後意思是說 未知太日 能否記此佛 不曉得以後能不能繼續有這樣的歡樂呢 所以這個情緒一直延伸的 不只叫這個詞 然後寫到它最後的書信裡面跟朋友 還是談了這個事情 一切都轉眼成空 我們說這個詞在上篇裡面 已經把情緒降到很低了 本來是很歡樂在一起 當然寫著回頭一燒空 但是東坡當然我們知道 既然是朋友在一起 尤其是至親的朋友 東坡是不忍心說得太近的 東坡基本上是一個人來風 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他會扮演一個比較積極的 比較勇敢的角色 盡量不要把情緒太過擴散 影響對方的情緒 由於現在也不是要送別 都是朋友也要交情他 要把現在眼前的景色 美麗的山水美麗的歌藝表演 把它留下來 當然東坡也不忍了 把那個情緒一直這樣擴散下去 所以下面他必須要自己提振出來 好了 終然樂事回頭一燒空 但此時此刻還是很難得的相聚 所以東坡還是抓回當下的美好的感受來 不然的話有辜負對方的 尤其孫居員那份美意的 所以東坡在這裡 朋友的其他批判之下 他也知道在這裡面 不能在一燒空的前提下 一段一段寫下了一種悲傷離別的情緒 這樣的話不是很對調的 因此東坡在這裡面 在既感到短暫的一瞬的一個歡樂 當然也增加了他倍加珍惜的一份情緒 所以下面就回到眼前的景色來下了 珍惜當下也許是最好的方式 不要再想那麼多 前面一個講完就好了 這使他我剛剛寫到下篇的時候 東坡英雄應該的 本來情緒語音跟著前面的多情多感人多病 你看看整個情緒已經掉落低潮了 可是他也許寫完一篇 但音樂過多以後他想的不能這樣的 下面應該稍作一個調整 才能夠不再辜負大家的一份期待 所以他就停下來 稍作停頓之後東坡就改變了 叫做停碑且聽琵琶語 不久一笑空之後 我們往往一直走到谷底去 一絕不爭了 多麼不是 好把杯子停下來 不要再喝酒歡樂 也忘掉歡樂悲哀了 姑且 本來是稍稍停頓一下 這個且用得很好的 就停下來姑且聽聽琵琶語 就是歌技用琵琶彈奏的音樂吧 我們的沉醉的音樂就好了 也鼓勵大家珍惜當下吧 終於轉眼成功也不能再 因為一直想著轉眼成功 就忘掉了當下的美好 所以姑且讓自己停頓下來 一停下來 就先欣賞琵琶的演奏吧 當然似乎就是希望能夠 把情緒安頓在裡面 專心聽音樂裡面 忘掉人生的歡樂 甚至人生的虛幻 那時候看到什麼 戲臉輕隆 這很重要的 那時候真的用心看到女孩子 彈琵琶裡面的那種動作 它如何按著琴弦 然後撥撥弄琴弦 戲臉輕隆 人家那麼專心地彈奏的音樂 看著音樂裡面 一種傳達的聲音 那時候你看這句很重要 就是說讓你的心沒有旁鋪了 很專心地看著女孩子 一個情義的表現 也許一個是把自己從 部門的情緒能夠平靜下來 很重要的方式 讓那個專心在一個美的 藝術的表演上 那時候當然有這樣的體會之後 突然看到一個景 他說 酒醉臉春蓉 他發現演著女孩子的 在她嬌媚的臉上醉臉春蓉 當樣著卵蓉蓉的春意 女孩子根本沒有別人哀愁 她沉醉在自己的音樂裡面 喝 好像泛著紅韻 然後探探著她的琵琶 醉臉春蓉 然後呢 而且呢 酒有一種酒粒泛出的 紅茶的臉上來 看到都美這個畫面 百里透紅 然後呢 沉醉在音樂之中呢 好像稍稍喝醉酒的一種美感 這個時候不止這個 還背後什麼呢 在她的身後呢 落玉霞照啊 紅色的晚霞呢 就映了半邊的天空 霞照江天一抹紅 人與物啊 人的景呢 融為一體的 女孩子百里透紅 天邊呢 放出紅霞來 仰了半邊的天空 那時候你看到呢 一個醉臉 一個碗霞跟江水的戶上輝映 多麼的動人 所以寫出一種 一種美感出來 插插之間 就掌握得到了 當然也不辜負啊 那個孫之源啊 所依託 他所寫出了季之妙 但這裡人看到 東坡的一種巧妙的 如何化解悲哀的一種方式 人生不能整天都念著念著 若是回頭一笑空 有時候呢 就現在算了 姑且就停下來吧 不然的話 我們難得相遇的 那一顆美好 就通通無法去享受得到了 那重點呢 用上面比較泛慢的角度 讓沉醉的音樂 專心之中呢 就發現呢 人生另外的一個美景了 本來你都忽略的 都有 你忘掉女孩子 彈奏音樂多美 也忘掉了 她的臉蛋 如何融合在音樂之中 呈現出那種美的姿貌 而且呢 天地都跟著她 有所變色的 你知道嗎 人天就融為一體的 那就是一種意境的 一種呈現 當你呢 忘掉那件悲哀之後 沉醉在這種音樂的享受中 你就看到不一樣的 一種情境 一種意境的開拓 那起碼這首詞 跟前面的詞 直到最後 在悲傷 負面情緒 作解就很不一樣 那呈現之後呢 完全沒有情緒的 很融合的 非常的美麗的一個景貌 那我們不要忘掉 人也許會從大自然 從自然之中 得到另外一種安慰 使得人呢 會超多這種人間的一種 悲喜相對的情懷吧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種 偶一出現的一種疏解的方式 所以在難得在這個時候 東坡出現了一個詞 那這個我們先先記著 以後呢 我們會用後面的詞 就會隨時對照一番的 那下面呢 我們再看一首的 《醉駱駝》 在四十五首 六十七頁 當情緒起起伏伏了 剛才是難得 幾個朋友相聚 東坡呢 就借這樣的一種場景 做一些紓解 就不上之前的悲切 但有時候又會 情緒又會回來 周而復始 不斷地一種波騰的 那這首詞 錫上成了楊元素 東坡離開杭州不久 有派令離開杭州 同時前後不久 楊元素楊慧也接到新的一個派人 要調回京師去 所以他們也在陸上 也曾經相聚過的 就在分手 這首詞在送給楊元素 那這首看看 他說一種醉駱駝 他跟楊元素我們說 多成一份相疑 所謂一種相情 所以他們談的話題 就跟別人不一樣 他多了一種故鄉之思 這首也不例外 但人在飄蕩很久的時候 真的很想回家 但是你回不了家 題目還是醉駱駝 所以情懷就是一部分的糾結 剛才得到相疏引起思想的情懷 現在看到老同鄉當然同樣 所以詞牌也不例外 也用墜落頭 他說分系如作 人生到處平漂泊 偶然相聚還理所 多病多愁 虛性重來錯 尊前一笑修辭卻 天涯同是商淪落 故山由復平生月 希望而眉 長姓貴妃和 前面的離別只是到處飄蕩 沒有個歸宿的 但他跟楊元素都不一樣 我們說的 因為是老同鄉 之前他也在杭州 跟同鄉南講過 功成名稅還鄉 最少賠共三萬場 這首也不例外 又勾起故鄉之思 那這個因人而異了 因朋友不同 他有不一樣的內容的表達 他說了 分析如作 分析分手的意思 是 好像昨天一樣 其實以前都離別過 其實又在一趟 再上去又離別 好像昨天才發生的 這又來了 分析如作 更感動人生到處平漂泊 那種重複前面的那種 墜落脫所生的 此心飄蕩何時些 果然真的是這樣 離離合合 悲歡善滅 都很不一定的 到處如扶貧一樣 到處飄蕩 無法規定 那他繼續這個話題 偶然相聚 還離所 突然相聚 離所就是離群所居 也是分離的一個狀態 離群所居 本來在一起 最後又分開 又個別有自己的人生去處 那我們讀世界主義 這裡偶然相聚 還離所 不是還離所 在世紀裡面 每一個字都是一個實字 你要讀它的原音的 一個讀書音 還離所 不能讀還離所 它不能讀清生字 所以詞裡面沒有清生字 沒有額化字 都對 每個字都是實字 實字的字 額就是額 不是額 一個輕音的 沒有的 春花秋月何時了 知道嗎 不是春花秋月何時了 你就知道了 一個了就是了 沒有了結 但不止完成的意思 這是一樣的 所以讀世界有些是有掌握的 有些朋友就不了解了 反正我們的口語 對不對 偶然相聚海裡所就讀錯了 它還是讀還 那讀世界有記者 好 下面的感嘆又來了 多病多愁 虛性重來錯 多病多愁 多病多愁 所以這位長官 它跟陳相不一樣 它是很坦白的 說出大家的一種 彼此的心勢 它勇敢的 跟大長官表明 但我們都是這樣 對不對 多病多愁 病是什麼 它更清楚的是多愁 剛才是多情多感 人多病 還是多情多感而已 那多情多感 是如果是 都正面的情緒 就不會多病 這裡更解釋 不是正面 是負面 是因為多愁 而多病 多病多臭 当然李克的就循环的论证 就是多臭多病 多病有多臭 纠缠不移的 在这个过程中 他说虚信从来错 反省从前感觉不胜理想 好像是有些错事 有些遗憾 虚信从来错 所以东部很难 很难得可以错出去 这本是杨元素 他说的会比较深刻 比较深沉的 以前王国有句话 也是很多文人喜欢的画 王国是一个悲观的诗人 所以他写起来是非常悲伤沉痛 他说人生过处违尘回 人生久过了都充满了一种悔恨 好像都走错了 都错误了 他这样说我们不会例外 他就是这样的人生看待 所以没有东部可以解决的为什么 知识真实子一一二 多读书有什么用 知识越多 疑混越大 更难解决 这一网打尽 根本无法疏解 那我们看东坡在情绪不好的时候 他也同样有这样一种 人生过出违尘回的感觉 对不对 虚信重来错 所以以前就是 有些理想 反省重新的感到不理想 有些悔恨 有些错误的地方 但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就不多说了 对不对 还是当时不具体力争 或者怎么样的坚持 都不知道 反正都是一步错 步步都错了 虚信重来错了 那这里因为跟杨玉书讲 背后的一些实际的内容 当然就不在词里面能够表达出来 也不应该表达 但是我们都知道它的背景 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古识的 好了 在这样的情绪 化解的方法就是只能借酒交酬了 醉尊前一笑羞辞权 都本来就不打喝酒 他变得这个因为虚信重来吃的前提 这种化解不来的 所以要我们那么多的遗憾 那么多的憾恨不已 解决不了了 当然这里面他不想 王国用知识来增加了 知识他也知道了 也无法去解决 因为乐事回头 一笑空都一样了 只要就是喝酒 尊前一笑羞辞权 我们在这酒 尊前的酒尊 尊前的言识上 我们就是喝着酒 一笑止止 不要再想了 羞辞权 不要再推辞 那词确实是一个鱼尾注资 不要再推辞 就干脆喝酒 这人看到东坡对酒的态度 平常不打喝酒的东坡 面对了离别 面对了这样一种悍恨 面对朋友这样的离别 各种的情况 他就喝酒 而且受到家属的时候 要判一罪 那就很难得看到了 这里也是要羞辞权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感到天涯同是上沦落 原来我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 本来东坡我们刚才说了 一直提醒大家 他这个时候还不是被贬观 唐宋知识分子有种自尊自重的 你不是被贬观 不能老是愿怪 朝廷对你不好 现在还是如你所愿的 又把你调到密州去了 你怎么好怨他 但是这个是一回事 但心情一不好的时候 还是有一种天涯沦落的感伤 平常跟别人不多说了 但跟杨润书就会说出来 同是天涯沦落人 天涯同是上沦落 为什么我们的沦落到这样 历导知识也是一种 只剩飘荡何时 何时歇了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到处感伤不已 那这些情形下 人的无所安顿的时候 当然很想找出一个归宿 所以他们两个人聊起来 最后就是不如归去 所以后面的结尾 故山犹赴平生月 但是这个家想回去 也回不去 我们依旧故父平生 那种归隐 故山的一份盟月 故山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家乡 他是跟杨元树是同乡人 当然前面他的词里面也提到过 能够功臣民族就还乡 最少赔工三万场 但问题是之前还有一种指望 有功臣民族就回去 现在到这个时候 经过没有多少天 有离别之后 都没有功臣民族 民族能还乡的一种期待了 反而觉得真的回去 但是一个回不去 既然就在不上不下之间 不晓得如何之处 所以既然辜负平生的 能够归隐故山那份约定 那这个时候既然仰望长空 悲叹不已 那时候希望额眉 往昔看看盼望着额眉山那一边 常性归非合 我们就很羡慕能够回归额眉山的鲜鹤的 人不用喝 喝到一种自由 得到的仙人能够化合归故乡 但是我们做不到 那我们后面的注解说了 那苏东坡用的归非合 用神仙传里面的苏仙公的传记 说他跟他因为苏仙公姓苏 所以同性 那仙公能化合回故里 所以东坡用归非合加以比喻 我觉得东坡没有 应该不合用到什么 这个太偏的典故了 在世纪里面最常用的 在神仙故事里面有个定令威 他也是学道得成 最后化合 然后成恶归故乡的 这才是世纪最常用的典故 我觉得您用不要想到 他因为苏仙公的 他心术中有比喻的 太偏僻了 一时在戏上里面不会用到这个典故 用心术的限量代表他自己的 反而用最常用的定令威 化合归先归遥动的故事 但是看得出他的无赖 以前还有一种期待 因为可以功成名就可以回乡 前面那时候还有一种跃跃欲试 经过几个月之后 东坡已经有点冷了 慢慢想到一个故乡的某月 难以实践 真的只能羡慕 人能够受到得成之后 能够化合归故乡 不然的话真的是无法实践这份理想的 这里的情绪又掉下去了 比较悲伤的情怀 这些都是我们从这里面用了好几圈的一个 《坠落托》 我们讲的东坡那种《坠落托》 这个词牌当然有他的用意的 一直以来这样的一个情怀 从刚才在《坠落托》写的《思乡》 到写到这一首也是《思乡》的情怀 都写到一种此生飘荡无法归宿的一种无赖 一直纠结 纠缠的这个心情了好多天 那在《尤寒》复映里面的西山呢 我们注意后面等一下讲了两首的《长调》 透过比较长篇的铺序的方法 来梳理某些情绪 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两首词 那等一下我们再看看了 一首《庆元春》 东坡用词正式用词来写给他弟弟的作品 另外另一首叫《勇玉乐》 用一个《长调》 是东坡第一首从头到尾围维绕着月光写的词 我们说东坡很会写月亮 但以前的月光都是一个陪衬而已 或者一个背景或者最后的结尾 然后叫到月光出来 但是写到《勇玉》呢 东坡从月光写到这里写到那里 是会贯穿时空的 也可以说这首《勇玉》呢 你可以说是后来水丢歌头的前奏 我们可以呈现其后了 看到后面两首词之后 就知道它的《勇玉》词的一个风格发展的脉络 等一下收集过来我们看看这两首 也需要多花时间解释的词 那下面我就要仔细跟大家看了两首长调 东坡才刚才由《勇玉》到过《勇玉》 无法去伸缩什么 长调的需求不一样 这两首用长调来表达 第一就是长调你知道 顾名思义它的篇幅比较长 比如长的话它的内容就需要做一些铺陈 所以持续要铺排的 要把这个故事的背景或者情节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然后再把情绪带进去 让读者参与其中得到一份共鸣 所以东坡当然东坡上写文章 这个也不难把它做一个铺陈 这点可能大家不知道 古来的读书人最重视的功夫就是词负的能力 那我们的文学史一向忽略着这一点 从秦汉以来到清代考试 都有考律师词负的 那个律师是后来的 但词负必考 那词负叫什么 负叫做铺也 这是铺陈 本来的负我们在过去讲说有负比性 更早的时候负是一种税 负税负税 一个税收的一种方式 那么什么负呢 简单而言之 以前的抽税的时候 不算你 我们现在都算百分之几扣你的薪水 以前很难的 所以一个去收税的官员到你的家的时候 你需要把你的财富要铺陈出来 怎么样呢 在四合院 然后呢 有很大的广场 把你仓库里面的东西都搬到厅堂 广场里面 然后看看有多少 如果国家里面说有十抽一 那你十包米我抽你一包 那十斤菜是你一斤这样的去抽法的 所以你必须要铺排出来让我看到 然后抽你多少 但你可以以物代物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后来就说了这种方式延伸到文学的创作 就是一种铺陈的方式 清清楚楚地明白去张罗表达 然后再做一番的说明 那这种功夫的文人本来就有了 所以在长调里面需要铺陈 当然从东方来说 纵然它不善音乐 可是啊 因为有这些慈父的一个基础 要铺陈故事 是并不太难 所以长调就需要这种功夫了 因此就必须要把这种场景 心情做一种很明白的说明 就把我们读者带入这个情境里面去 那另外呢 慈父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因为跟音乐的关系 它有所谓的领字 领字就是呢 在以前一首音乐 如果用长调来铺陈的时候 会很漫长 那有时候听到人的昏昏欲碎 对不对 很多情节的安排就变得好像是平白无常 一个不多变化了 那领字的安排的是什么 一个韵节书 可能要放在一个字句的前面 一个字 带领一串的句子 提示你注意的一些时空的一些问题 所以领字有它的在诗歌里面 启程转合的作用的 所以小令就不会用到 领字呢 大部分都是去声的虚词 去声就是一个我们国语的第四声 比较很有力的代名一个情绪 对不对 比如刘勇有一首字叫《八生干》 就很清楚了 对少少沐雨霞将天 第一个字叫对 就告诉你注意一个空间 面对什么呢 就下面那几句了 对少少沐雨霞将天 一番喜情愁 一个领字带领两句 告诉你呢 我面对一个情境 把读写的开始 好像刚开始又面对一个了 下面呢 箭双风其景 观河冷落 残照当楼 一个箭就告诉你 一个时间复词了 一个时间告诉你 逐渐有个时间的变化了 有注意一个空间的转 一个转动 代表时间的变化 那只用这种方式呢 带着一种很立体的时空感出来的 让读者跟着作者的提示呢 注意 聆听 专注在一个情境当中 这种曲子很有效果的 带着一种比较有力的一个字 对不对 那个词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现 那第一首啊 有刚刚介绍的一首叫 《庆元春》 在四十八首 七十一页的地方 它的词序很清楚了 它是伏密舟造型 马上 既自由 它骑着马背上 然后呢 想到这些词 就提下来 就送给在远方的 他的弟弟 舒子游 我们有个看看 东坡词写给弟弟的 这首应该是最早的一首词 东坡在杭州开始填词 可是在当时文人的一个心目中 词都是一种小到末迹 壮夫不为也 但东坡这位长官的要求 慢慢变成竖琴师 他也愿意在这个场合里面表达 可是对他来说 弟弟就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 他的亲人 东坡之前都不敢 给他弟弟去用词来表达他的情意 就觉得把弟弟去炒毁起这个哥哥 这可不是怎么样的 掉入情绪当中 但在这首呢 东坡就特别的 他也许已经认定了他的词 不是一般的一种歌无捋的小词而已 他有他的很正面的意思 充分能够表达他的情绪的 他就愿意把这个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了 可以跟弟弟沟通的一种文类的 又愿意跟哥哥去沟通 跟他弟弟去沟通 这个很重要的 对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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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他们覆没过程中 都是一个可能是这种特殊的环境里面 各无捋在场的东坡来写作 那我们觉得无所谓 东坡就这样填书 这首不是 他是煞有皆是打起鼻子来 他不用诗了 平常不用诗表达够了 确实是他愿意分享一份 一份用词表达的情怀 愿意他很诚恳地跟弟弟去沟通通 通过词这种文体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起码东坡不把这个文体 视作一种好像是见不得人 很卑微 是一种好像是太负面的一种东西 他愿意跟弟弟分享 他因为要写给对象是弟弟 跟前面的长官不一样的 好了 两兄弟透过词来表达 当然东坡也 词基本上是会写出哀笑的情绪 因为他最终要写给弟弟 因此东坡必须要稍作一份调整 我认为这个词 东坡之前一直躲避这份情绪 不愿意表达 一直压抑着 你跟弟弟要相见的一份情绪 那当现在开始 他也真的不得不出发了 要早上赶快起行的时候 想起他弟弟来 我觉得这个词是东坡应该是借这个词来整顿好自己的心情 准备跟弟弟见面的一份情绪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喜欢你的弟弟 你不想让他跟着你颓堂悲伤哀痛 你会自己照着一份整顿的 所以东坡跟弟弟的互动 有一份理性在 他毕竟是家中的长子 弟弟是跟着他一直成长的 他有责任要保持好一份昂然的斗志 带领他弟弟 所以这个情绪在对战起弟弟的时候 他的情怀开始做一个调整 所以弟弟在说 应该是可以说平衡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寫给弟弟平衡处理的一个方式 往后我们看到东坡很多跟弟弟的互动 会看到这个端倪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东坡怎么样调整心情 你看很不同的 好 《复找密周找行》这首词 《庆元春》 我们看这个作品 孤管登清了 野店鸡毫 旅诊梦惨 见月华收敛 沉双耿耿 云山痴井 朝露团团 世路无穷 劳生有限 赤子区区 常显幻 唯淫罢 凭真案无语 往事前端 当时共克长安 赤二路初来居少年 有笔头千字 胸中万卷 至君尧顺 此事何难 用舍游识 行常在我 袖手何妨 贤处堪 身常见 但悠游足睡 此斗尊前 第一 起码东坡在这个词里面 没有清楚写出老病之探 不能跟弟弟说自己老病 不得了 弟弟也跟着你一流老又病了 东坡也不忍了 这样去表达 所以他想去调整自己 勾起往事的追忆 追到什么呢 一个起点来 莫忘初衷 我们当您考证进世的时候 那一种意气风发 为什么忘掉那份斗志 东坡是试图跟弟弟的回忆到这一点里面 幻发起这份精神来做一种平复 他忧伤的情怀的 这些词我觉得是一个对象的选择很重要 东坡有跟弟弟的沟通是这个 当然东坡也很诚实的 刚开始的心情真的很不好 你看他写的 好 这次我们说了 就在东坡十一月下旬 准备已经要动身了 但是已经很晚 那他本来想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立刻往齐洲山东去的 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 就发现了那天气很不好 他转走的路 那个地方刚好河道 洞河就是结冰了 他去不了 无法直线去 所以东坡必要绕路去 就拖连了一点时间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得不 不赶快要往北方去 所以他就整顿好 就一定会出发了 这是写出他相当迫及的一种心情的 那上篇线写的 在冬域造成了离开旅馆 踏上征途的所见所感 景中是有情 是一种很郁闷 孤寂 无聊的心情 勾起对跟往事的追忆 一步一步写来 所以要枯沉 所以前面先写了三句 现在作者用呢 写出了旅途早上起来的一个状态 那以前呢 在旅行真的不方便 如果走陆路的话 最好就是一大早要起行 我想为什么呢 路途遥远 你不知道到傍晚之前 能不能找到旅店的 所以更要赶快赶路的时候 最后一大早就出了 你不能坐到中午 走没提步路 这个 找不到旅店很麻烦 早上去了 如果中午傍晚 以前找到旅店先停息 然后再等第二天早上出发 那也不好预估的 而在晚上出发的时候呢 走水路的话 最好是晚上出发 为什么 可以省一点钱 住在船上 不需要投诉一个旅店 晚上应该就出发 就住在船上就好了 所以两个是不同 现在它马上就走陆路 所以一大早就出门 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 好了 起头三句写出了 就是找的一个实际的样貌 什么找呢 一方面 它住在孤吉的旅馆里面 被鸡民生叫醒 然后就 因为鸡民潮行 它的梦就破灭了 空欲禅梦 因为空欲禅梦 眼睛就看到旅店里面 散着那种轻盈的 微弱的一个灯光 它的过程本来是这样的 就写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作者呢 故意要凸显一种情况 一种心灵的情况 你看呢 这三句里面 每一句起头 就是它的一个处境 一个是孤 一个是野 一个是铝 我们在中国诗里面 有所谓的一个长头诗 一个第一个字 暗示一个情义的表达方式 大家有兴趣去看看 李商隐有一首诗叫 《无提诗》 昨夜星辰 昨夜风 画楼西盼 归一堂动 对不对 中间的四句 两个对联怎么写 身无彩凤 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坐送沟 春久软 分朝涉复 辣灯红 如果你把它像现代诗一样 排成一排 就是什么 每一句的第一个字 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身心隔分 你看有它的用意 至于东坡爷 三个历史的手法 它强调积极的一种 在早上里埋的情绪 用三个修诗词 放在每句之前 不只写出了旅途中七身荒春 议馆的事实 也强调作为过客 在方凉中的那种 很孤苦的心情 你看这强调那三个字 是孤馆 是野店 是在旅诊 在旅途中 如果你在家里面 就不会这样写 孤独怎么来 就是因为都在荒野之中 头树旅馆 在旅途中的一种心情 这就长掉这三个字 所以文学里面 你会看的时候 就是不只意思秒 把它翻译而已 就看它的布牌的方式 有情意在其中 东坡在这里面 就长掉这一面了 这里面就写出 早上起来的一个状况 当然对仕途 奔波 或者观察虚意的人 来说 冬玉早行 平常夏天也罢了 冬玉早行 是很悲苦的事情 但是不得不这样走 因为不知道 走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而且已经有点晚了 好 在这个时候 梦醒之余 就有种看到了 外面 月光为暗 他说了 箭月华收敛 成双耿耿 云山痴井 朝露团团 一个箭子 就带出后面四局 那箭子什么呢 好像一个瓜糊 好像我们做宿舍里面的common factor 对不对 把这个箭放在这边 现在都是写出什么呢 都是 月华 箭收敛 成双 箭耿耿 云山 箭刺耿 照路 箭团团 箭子提到这边 告诉你 你就注意时间的变化了 刚才是空间的描述 现在 已经踏上征途的时候 逐渐看到时间变化 时间如何通过 天刚亮到天慢慢亮的时候的情境 冬波写这个时候 写旅图里面 我们注意一点 他好像一个旅行者 带着摄影机 给我们看到他现场的情境一样的 一步一步 起起落落 看到一个情境变化 所以这个字 用个箭就是一个领字 我们说的去身字 我们的国语的第四身 很有力的带出 后面的语句来的 好 就写着 渐行渐隐 时间也不断的变化 立地在目 他说 那首逐渐什么 月华收链 月华的月光 链就是洁白的丝绸 这月光呢 走了 慢慢暗淡 就是收藏起来的 没有洁白 丝绸不安的亮光 就月华收链 对不对 他说 天走着路的时候 看到月光 逐渐 就已经 不那么明亮了 慢慢已经 不那么样的一个 放亮了 它的光芒了 对不对 月华收链 那时候 沉双耿耿 留住 东坡是骑在马背上 马呢 忽前忽后 忽高忽地的摇动 都不能随着它的姿态 所以你看到更高的地方 月光收链了 月光已经 就是已经天亮 对不对 已经不那么明亮了 所以你看到什么 你下面呢 沉双耿耿耿 早上的双呢 已经耿耿的时呢 就代表为明的样子 是亮的 但不那么亮 因为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如果你是晚上 月光很明亮 照着一个霜的话 我们说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那时候如果有月光照着一个霜 你分不清楚 那是月光还是霜的白的 因为都白白的一片 因为月光收链了 你才看到 原来不是月光照着地上 而是真的是霜在那一片 而且是微微明亮的 这是蛮写实的 非常清楚 起码就是枣形 不是晚上 如果晚上的话 那月光明亮 你就不可能知道是霜 可能也是仪式地上霜而已 因为是月光 刚刚因为没有月光了 所以知道真的是霜了 但是霜并不太亮 是微微的明亮的样子而已 就沉霜梗梗 这是蛮真实的 写出了在旅图中 看着富贵富地的样子 你要注意 东坡是高低起伏的 因为起着马背 好 看了月光是往上看 霜是往下 往远方看 那如果看了霜 你没什么呢 因为一片都是很残 残的 残败的一样子 就没什么可观 就再往上看 那往上看又看了 另外的景 云山痴景 就跟远处呢 云山 山上的有云 就撩耀着 那云彩撩耀着的山 就像什么 展开的 书展开的一个景 一个知景一样的 吃的是铺展 展开 吃景 还有一个景段铺排出来一样 那这里看到一个山被云撩绕的一个样子 那个云霞撩绕的远山 好像给天边铺展出美丽的景段一样 云山痴景 那个远山的景 山的阻短的 远处的距离 好 看完远的景 那上面是什么 朝露团团 那个晨 朝都是早的意思 朝露团团 团团团 团团形成一个 一个 露水很多的样子 化为露水的 早上的露水 走的渐渐就变很多了 但是你看到写的 乎高 乎低 乎前 乎远 乎近的一个样貌 都是因为骑在马背上 那种基本的一个状态 他是写出这样的一个 好了 云彩是变幻的 我们说写东西 如果从前段变到后面的琴 必须有个可以自然变化的一个 或者互相推动的一个轨迹的 不能把它调换过来 为什么呢 你写到云山吃井 朝露团团的时候 我们想到了 那个云山的云 是会变幻的东西 而朝露团团 我们想到 中原很多的露水 但浴光出来之后 露水就会被蒸发掉了 不是说 我们说人生如泡如露 就像那种人生虚幻的感觉来的 那是有必然性的 如果有井到清 就有一个时间变化 而且里面有关联性的 里面有关联性的 所以用云的变化 从朝露团团 朝露也会变化的 太阳出来 它就被蒸发掉了 而且有人生如朝露的感善的时候 自然就带出后面的一种情感用语来的 他说 好 世路无穷 劳生有限 自己区区 长显环 那是有根由的 看到交路团团 为什么人生好像眼前的交路一样 那他对人生的感恩出来 他说世路无穷 他说公民的路途 慢慢无际 常常无奇 但是劳生有限 我们劳碌的生命 短暂有限 因此 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无从的一种公民之路 像这样的辛苦追求 玉子永远就鲜少欢乐了 那个区区有辛苦的意思 区区长一些 区区去追求 不断的辛苦追求 难怪我们的不快乐 开始周杰这边 不许写景 开始议论一番 讲到人生的无奈 不是人生那么虚荒 就了解到生命 所以那么悲苦的一个原因 谁要我们用那么短的生命 去追求无穷的一份公民之路 下面说 唯淫罢 凭正安无语 往事前断 刚才引起一种友善生命 追求无穷公民的感善之后 做起低声淫叹之后 就已在马背上沉默不语 能够多说什么 还是避无了 你还是要去追求 中文了解生命之间 你还是追求 人生最怕是不上不下之间 他也不能 旁边也没别人能说了 所以不多说了 沉默不语 这个时候千头万事的往事 不断地涌上心头来翻腾 心情的实在难以平静 往事前断 我们说这个时候 东坡驾驭词已经非常好了 如何从前面的结束 就是留有一首 引申到上面的表达 在往事千断之中 东坡在里面筛选过后 就想到一个 一个跟弟弟相关的故事来的 就串认出网欲 追求公民的起点 谁要得追求 公民就在那上面 好 上面走 回忆当年跟弟弟出到汴京 印世时候的那个情况 不想那个谁 想起了走回 很多过去的异性 风发的情怀就来了 所以他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 莫忘初衷 当时的那份用心 为什么现在变得那么颓唐 所以他说了 当时共克长安十二路 出来居少年 长安从先秦以来 都成为我们好像 常见的一个首都 他成为 后来成为一个帝都的一个象征 现在对于宋代来说 他们的首都是汴京 那在宋人中的驾右连间 那两兄弟随父离开四川 赴京考试 都是共克长安那一年 第二年呢 他们都到晋试 都考上晋试的 当时东坡是年二十二岁 弟弟是十九岁 他们相差三十岁 那兄弟呢 联名重磅 民动晋试 他说什么 他想起了 他们二路 像什么 二路出来居少年 二路是指了晋朝时候 西晋的陆基跟陆云两兄弟 两兄弟都含有才名 他们由江南的吴中的地方 到晋都洛阳去 都被当时的名学者 叫张华所弃用 人称为二路 那东坡两个考生进士呢 他们受到谁啊 受到欧阳修的一个重视 他觉得这个情形 如同二路碰到张华一样的 当时啊 陆基跟陆云的年岁更年轻 那陆基时只有二十岁 陆云只有十六岁 当然比起来东坡是二十二跟十九 都也差不多了 就是我们都是少年的时候 去到京师 都比当地的那个 有名望的学手所器重的 我们是欧阳修 陆基陆云呢 是张华 不是都一样吗 那时候你看我们都议习封法 他说啊 有了笔头千字 胸中万卷至今遥顺 此事何难 这里呢就活用了杜甫的句子 所谓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之君遥顺上 再使风俗春来表达 他们的财学报复的 以后我们就认为啊 我们凭着我们的冤博的学士 敏锐的财思啊 必能辅助君王达到遥顺的境界的 所以那个当时候认为呢 此事何难 觉得并不难的 我们一定会做得到这份啊 这份理想的实践的 可是当时的锐气啊 以为心中理想很轻易达到 但是现在东坡39岁 离开金市三年了 而且奔波在复密的旅途中 不但至君遥顺的理想落空 两兄弟因为辗转多年不见 回忆当时你说难不难了 但是很难 但当时正是这种报复 不能忘记了 起码我们还是在这边呢 从事我们的地方的政务 当然回忆人生呢 无限的感伤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一份理性出来之后 东坡就慢慢知道怎么疏解的 他说好了 重要很难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人生的取舍的 为什么呢 他说用舌 有舌 行藏在我 袖手何方 闲处看 用更舌 意思说呢 我们被朝廷任用 或者呢 与否 有时就有时事来安排 以前我们正是欧阳寿 周党得战国 当然我们被用了 但如果呢 现在是新党之间 我们不被用 是时事安排的 但是呢 你不能都是用外在的因素的 为什么呢 行藏在我 出事就行 藏就是退赢嘛 不那么样的一个往前的 就是由自己来决定的 你不能老是怨怪时事 对你不公 对不对 你还有一个抉择的机会 用舌有舌 就是呢 你用不用 行藏在我 就是呢 你出来还是不出来 你时呢 你有决定的一个主体性 那这样的话 他说 袖手何方 闲处看 人难道没有完全没有 没法自我做主吗 其实不难的 东坡以为呢 出来做事 或者隐居独处 都可以决定 心态上可以稍作调整的 只要不要呢 整个身心都陷入悲苦之中 有时候呢 不妨呢 悠闲跳出这个困局之外 当个旁观者 这样一来 人就可以从这种生活的直告之中 得到解脱了 心境就会宽大得多 这样我们要做地方了 我们就在 勇于做我们地方的事情 不要在朝廷里面做什么 我们可以退一步来 来处理我们的事情 不要粗结在其中 人还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决定的 那 我要学的 要授手何方 闲出款 我们就看 好啊 就给他们机会 看他们怎么做 我们就做个 当然不是授手旁观 我们就 既然无法让我们真的去关心的 处理的事情 我们就跳出来 做一个客观者 来看待这个事情 但更重要的是 身长剑 希望跟弟弟 能够保持很好的健康身体 那也会等到最后 能够悠游足睡且斗尊前 就会悠游地度过一生 足睡就是中期生的意思 中期生 能够悠游地度过一辈子 而且斗尊前 斗的时候 我们的斗酒互相取乐喜悦玩耍细耍之意 我们可以在酒盐上 互相取乐 这是看弟弟一份期待 也许我们也 也许在 不在朝廷 在地方任光 我们就到处在地方 也无所谓的 我们就过着这样的一种 一种 悠游的一种生活 但是说实际上说 难免一种失忆 但也无可奈何 这里面看到东坡 调整的一种机制 因为写给弟弟 一份理性的自己出来 不然都在悲伤之中 也许人生很多的一种难以掌握 但人也可以做自己的 最近看到东坡 在写给弟弟的一个作品之中 他意识到作为兄长的一份责任 就不能沉眠在自己的悲哀之中 希望能以一种比较慷慨的心境 来调整自己 同时可以宽慰对方 也可以疏解自己的悲哀 所以在东坡的情感世界里面 松之之情 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 会联系到一种理想 一种承担 作为兄长带领弟弟的一种承担 还有一种理性跟热忱的一种来源 那上面我们看到 只要东坡写给弟弟的词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互动关系过程中 东坡可以做很好的疏解的 包括后面我们读到的 《水雕歌仇》写到 《中文不然相见》 还可以但愿人长九千里共产权 还充满一种希望 前面我们看到东坡的词 一直一路走来 只要面对离别思想都是悲伤 过多的负面情绪 但起码这里东坡跟弟弟在一起 他唤解了一份精神 对未来还有一种指望 还有一种期待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情感里面 东坡之前忘掉了 他还有个弟弟可以真正跟他沟通互动的 作为自然会调整出一份 比较积极理性的态度出来 所以大家先记住 以后呢 从这里开始 东坡就慢慢有很多 跟弟弟对话的 透过词的对话的机会 那这也是一首 那下面还有一首 就是送给孙聚元的一个作品 《勇玉乐》 在下面一首四十九首 这里有个很长的序文 他说孙聚元以八月十五日离开海州 海州是现在江苏的连云港 连着云的连云港 孙聚元当了海州的支州 三年就调走了 他就调回京师去当中书令的一个工作 那他就写到八月十五他离开海州 作别于景书楼上 作别就是社座宴别 他就款待他的同僚了 就在景书楼上 景书楼是海州的一个名声 宋大人为了仰慕 汉代西汉的两个俗职 一个就是书广 一个书寿所建的楼台 就是景书楼 景仰姓书的两个熟职的一个楼台 他在这边设作宴别 继而不久 予于会于运州 前面我们看到了多景楼 他们跟运州跟他见面 然后就已经离开海州之后 来到运州 自楚州来别 两个人一起从运州 走到楚州 两个不得不分开了 那孙职源 又随着水路往边境去 从西北去 而东坡打算离开楚州 往东北去 我们刚才说了 他本来是往东北 又跟弟弟见面 结果天气不好 河道就结冰了 他只能折返 怎么办呢 他就绕路了 又来到海州 就是先前的孙聚源担任了 地方太守的地方了 所以他说了 到十一月十五 我到海州去了 过了三个月就到海州 与当时的新的太守 新陈的太守 会于景书楼上 不可能是错觉了 你会回到孙聚源 当时厌别的地方来 因为已经过了几个月 在景书楼上 刚好太守厌别他 所以他做了一个职机 寄给孙聚源 人生很多巧合的 这个是写得很 很谬的 很有机缘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当狱 孙聚源涉及的地方 东北一种谎神 凡夫来到当狱 是他连映别的场合去的 这词你读读看很有趣的 他就是绕着一个月光来写 然后写出彼此间的一种关系 他说 如果长亦别时 景书楼上明月如水 美酒清歌 流连不住 月水人千里 别来三度 孤光又满 能若共谁同罪 卷珠连欺然故隐 共一 道名无媚 今朝有客 来从岁上 能到始君深夜 屏障清怀 分明到海 终有相思泪 而今何在 西元清寂 夜勇 陆华清背 此时看 回朗小月 也应安寂 现在是十一月十五 你记住 东坡站在景书楼上 但是东坡立刻写他十一十五 就回想八月十五的事情了 他说 长亦别时 我一直就记得 因为你当时在运州跟我见过 想到你八月十五的景书楼 射出燕别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到你这个事情 那时候正是在景书楼上 明月如水 东坡第一次用水 形容明月一种 普照天下一种很清凉 温暈的感觉 明月如水 好了 那时候美酒清歌 你在八月十五的时候 你在那边燕别 美酒清歌 清幼的歌谣配着美酒 来欢度节欲 而流年不住 月水人千里 上个月前你在这边 多令人陶醉 你很想在那边留下来 但留不住了 结果月光随着你 到千里之外到京城去了 这个时候是回想孙之源的故事 他根本心不在焉 现在陈太守请你在那边去欢咽 结果东坡想的是故人 把陈太守都不放在眼中了 他谁都不写在这个词里面 他并不在乎这个人 对不对 那现在来到这里他说了 好别来三度孤光又满 你离开之后 从八月十五之后 现在是九月十五 十月十五 现在是十一月十五 有三度月光再满之时 但对他来说是孤光 因为没有你同在 所以月光是孤零零的过来天空 我也孤单的站在锦柱楼上 东坡真的是愧对一个太守 人家好心来狂大 你结果就不把他放在心中 现在还挂念你的好朋友 对不对 孤光又满 冷落共谁同罪 冷冷清清 我不懂得跟谁 共罪明月了 明明今天不是虚文说吗 与太守会于景书楼上 但这个不是你心中的好朋友 不把他放在眼中 所以我的冷落依旧在 冷落共谁同罪 这都是有一个月光 从月光的 当下的月光 想起八月十五的月光 月光会跨越这个时间的 做一个联想的 而且你看 现在呢 卷珠连 欺然故隐 共一 道明无媚 那个意就是 以前是第三者 Lug的意思 但这里的Lug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共隐自 道明无媚 应该不是 还是月光 为什么 因为都不睡不着 卷珠连 卷起窗连来的 在观赛那个地方 而欺然故隐 很欺人的 回头看看身边的影子 共一当然不是影子 还是共的月光 因为月光还一直照着你 对不对 从高处一直照着 月光照着身子 身子头上的影子 一直跟着月光 道明无媚 天亮的都睡不着 所以一个月光 从月光出来 到月光西城 他都陪伴着月光 而从月光当下 十月十五 就想到八月十五的月光来 但这个还没完 我们就问了 为什么这一天晚上 东坡还是有种要恍惚 心不在焉 想念孙雀元 不是没原因的 他把时间又到处过来 就想到 十月十五 那天是白天的事情 你看到东坡已经很利落了 不像时间前后 一个迈进了 他有一个跌宕变化的手法 他回到什么 经骚 那天 十月十五 那天的白天 他说 今朝有刻 来从衰上 一读衰 衰水 衰水的发源是荷兰开封附近 衰上就是汴京的方向 衰上 它从汴京的方向来的 衰水就是从开封附近发源的 衰上来自京城 他说今天有客人 就从京城的衰水那边过来的 然后能到使君生意 他能够说出 使君就是孙居元 孙屎君 以前的太守孙屎君 就是你的那份深情后义 我们假设 那个客人就从京城出来 孙居元离开楚州 往西北 沿着水路往京城去 也许那个客就在旅途中 就跟孙居元见面了 对不对 那孙居元可能就问他了 你到哪里去 他说我到江南去 那孙居元可能就多 就拜托他了 如果你在江南那带 碰到我的好朋友孙居元 帮我问候一生吧 果然呢 东坡还在海中徘徊 那个时期来到他面前 就跟他 我就告诉你 孙居元没有忘记你 要我问候你一生了 所以能到使君生意 是这样来的 所以东坡今天晚上 所以选起孙居元拜托 不是没来由 因为这个客人带来孙居元的消息 有个因果的 所以东坡在这里面 做了很多的变化 对不对 东坡在想到 屏障清怀分明到海 终有相思累 要写就累了 但他们两个人同年考战近视 孙居元回到京城去 也不是说什么官僚了 他是担任了一个知志告 帮皇帝写他的起居的生活 然后赚了一个教书的工作 一个文书的工作 当然东坡也多羡慕他了 回到京城去 起码还接近皇帝一些 那当然两个人 还是不被中用 还是新党的 去执行他们的政务 所以想到 屏障的依靠着清怀 清澈的怀水 那水水一直流 然后呢 那水水经过安徽 进入淮市水 在流入淮河流入大海的 这个海州在东海之侧 当然不管是实险 这个海是指海州 或者是大海 海州还是在东海之侧 都是一语相关的 分明到海 那个水水 实际上一条河 都是贯穿起来的 水水流入淮水 淮水就注入了海 长江流到东海来 还是来到我海州 都是一脉相连 顺便一提就是 东坡早期的词 都觉得跟朋友 没有完全的区分开 那看得出 从唐松以来 我们的运河的沟通 是非常好的 所以东坡不管 调到哪里去 都可以找到 水路相接相通之处 都觉得我们还可以一水相连 中坡它是来回到京城的 从水水流到淮水 淮水流到淮水 淮水就有了注入淮河 流到海里面来 现在我还可以跟它一脉相连 所以分明到海 分清楚到海 或者海州这边来的 终有相似类 我们在水中就看到 里面包含了一种相似的 青类在水中 常常的水 代表常常的一种 相似的情怀 永远不会中断的 中有相似类 对于彼此 思念的情怀在其中 看到海 都是可以想在那里的 这些很深的情怀在其中的 水一脉相连 东坡一直早期 都可以看到这些词 往后我们读到词片 都看到 以水来相通情感的一个布局的 好了 再猜想 儿今何在 现在你在哪里呢 我现在来到海州 那孙志源呢 经过那么多几个月 孙志源老早已经回到京城 所以他想 你今天应该在京城了 你在哪里啊 他说西元清静 西元是中央行政官署 中苏省的别称 是中苏省的别称 那唐代呢 称中苏省为西台 门下省呢 就是东台 所以东西两个台 现在是中苏省 所以西元呢 原的指呢 就是在中苏那边工作了 因为现在的 村苏省就是中苏令那边 当一个这样的工作 所以你叫西元清静 清静就是皇宫了 那皇宫呢 晚上呢 幽生直静 会谨戒生延 中苏称为清静 就在皇宫啊 幽生的一个地方 就在那个 中苏省那边工作 那你许你职业班了 你睡不着 夜勇露华清碑 夜勇的是长夜之时啊 你就呢睡不着了 露水呢 伸到棉被里面 你睡不安 你就起来了 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此时看回廊小月 夜勇暗寂 妙的妙的 这样的收尾很妙 东宝说了 也许你睡不着了 你就会呢 在中苏省的工中啊 职业 漫漫长夜啊 清到你棉被呢 你彻夜难眉 这个时候啊 村居人里啊 也许就会在回廊上 看着呢 清晓的月色 也应呢 默默想起 过去的种种吧 也应暗寂 记得什么啊 但是不是别的 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不走之前 你啊 厌别进那个景书楼 或者与我啊 东坡 在润州相遇 同行到楚州的 等等往事 你看东坡的写法了 不从我的角度 从你的角度来 对不对 从前面的长夜别 写到最后收尾 都写到村居人 没有忘记这个地方 也没忘记故人 如果你不许对情感有相对的 充分信任 你不会做这份联想 比如说有点一厢情愿 但是中国人 只能这样呢 因为我想你 你想到你也在想我 来相信情感的一个存在 才能够支撑下去 这种有种对面言情的方式 也认为村居人没有忘记我 这个时候 你应该也看到月光 来思念着我 那 当然你看得出 东坡的一种 一种用情的 一种深切的态度 你相信了一种 彼此的互动的一个关系 不然你不会带来消息 来 托别人带来口信 对我的思念 我也相信 只要你今天睡不着 你一定看到月光 思念我 那 这首词呢 有两个重要的特色 一首的全首词呢 从前面的 从八月十五开始 写到十一月十五 都玩了的月光 而且从景书楼 写到今世的中书楼呢 月亮呢 超越了时空 来表达了时空随便 此情横在的一份意念 整首词就贯穿着这个了 从前面的最后的结尾 另外就是这首词呢 用对面言情的手法来写作 中国此时此刻的情 推上对方 也应该的暗逸自己 那是因为东坡 后来深化了这种表达 用这个来推论的话 你可以说了 这首词 你可以说是后来东坡 写一年两年 一年多过后 写水掉鸽头的前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军 他就把它 当然这个也不是写给别人 写给他远待齐咒的一个弟弟 写中秋叶 东坡也写到这样的作品 这首就是很好的代表 就是从一个月光 可以跨越时空 彼此可以照耀的 换我心 唯理心都一样 所以就是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产军的最好的说意 这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两首词 庆元春的表达一份 燃起一份豪情 想起以前 之争鱼 之以君尧顺的一份豪情壮志 那永裕很清晚的词 透过月光的表达 东坡月夜文学 这个是一个起断 过去的月光 也许是暗示离愁 写了离别的背景 但不像这首词一样了 把月光做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作为人情的最好的见证 比起沟通的最好的媒介 这个以后看到东坡很多的月夜词 这首词就从这里起断 我们呢 之后上个礼拜 我们进入东坡了词的成熟时期 密宗时期 这些前面所呈现出来的风格 就更进一步的发展 最先呈现的两首《江城子》 延续了豪情跟婉悦 但都写的最极端的两集 一首《江城子》 密宗初列 人就说面对老的一种豪情壮志 充分的表达 一首是写的最悲切的 时间生死两茫茫 就下个礼拜 我们看两首《江城子》 达成两种风格最极端的两端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一首是写的 我们下个礼拜 稍后一首是写的 realization